四个进庄结束 神情凶猛的汉子并肩而立 拦在当路 若是黑道上山寨的强人 不会只有四个 莫非在这黑沉沉的松林之中 暗中还埋伏下了大批人手 若是简静的小贼 见了这声势浩大的标队 远避之唯恐不及 哪儿还敢这么大模大样的拦路挡道 难道竟是武林高手冲着自己而来 宁神打量这四个人 最左一个短小惊悍下巴奸消 双手分拿一对峨眉钢刺 第二个又高又肥 便如是一座黑塔摆在地下 身前放着一块大石碑 碑上写的是 先考皇府军成本之墓 这自是一块墓碑了 不知放在身前有何用意 皇城本 没曾听说江湖上 有这么一位前辈高人呢 第三个 中等身材 白净面皮 若不是一副牙齿 向外突出了一寸 一个鼻头低陷了半寸 倒还算得上是一位相貌英俊的人物 他手中拿的是一对流星锤 最右边的是个病夫模样的中年人 衣衫褂褛 咬着一根汗烟管 双目四睁四臂 嘴里慢慢喷着烟雾 竟没将这一队七十来人的标队 瞧在眼里 那三人倒还罢了 这病夫定然是个内功深战的劲敌 倾刻之间 江湖上许多艺文往事涌上心头 一个白发婆婆空手杀了五名标头 劫走了一只大标 一个老乞丐大闹太原府公堂 割去了知府的手迹 属然间不知去向 一个美貌大姑娘 打倒了近北大同府 响明二十余年的张大全师 越是貌不惊人 满不在乎的人物 越是武功了得 江湖上有言道 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瞧这个闭目抽烟的病夫 陕西西安府微信标局的 总标头铁边镇八方周微信 不由的暗自抽搐 不由自主的伸手摸了摸 背上的包裹 他这只标共有十万两银子 那是西安府大研商汪德荣脱保的 十万两银子的数目的确不小 但微信标局过去二十万两银子的 标曾经保 四十万两银子的也曾保过 金银财宝那算不了什么 自从一离西安 他挂在心头的 只是暗藏在背上包裹中的两把刀 只是那天晚上在川山总督府中所听到的一番话 跟他说话的竟是川山总督刘玉毅刘的人 周微信在江湖上 虽赫赫赫扬明 生平见过的官府 最大的也不过是府台大人 这一次居然是总督大人亲自接见 自然要受宠若惊 自然要战战兢兢 左立不安了 刘大人那几句话 在心头已不知翻来覆去地重温了几百遍 周表头 这一对刀叫做鸳鸯刀 当真非同小可 你好好接下来 金上还在当贝勒爷的时候 就以密派亲信到处寻觅 结尾之后更下了密旨 命天下十八省都府着意查访 好不容易逮着了鸳鸯刀的主 可是这对宝刀却给那两个歹徒藏了起来 不论如何侦查始终时辰大海 天性本都祖上积德 脱了皇上的红服 终于给我得到了 你们微信标局做事还算牢靠 现下派你护送这对鸳鸯宝刀进京 路上可不许泄露半点风声 你把宝刀平安送到北京 回头自然重重有赏 鸳鸯刀的大名 他早便听师父说过 鸳鸯刀一短一长 刀中藏着武林的大秘密 得知者无敌于天下 无敌于天下这五个字 正是每个学武之人梦寐以求的最大愿望 这微信当时听了 心想这不过是说说罢了 世上哪有什么藏着无敌于天下大秘密的鸳鸯刀 哪知川山总督刘大人竟真的得着鸳鸯刀了 而且拆他护送进京呈现皇上 这对刀用黄布秘密包裹 封上了总督大人的火器印信 他当然极想见识见识宝刀的模样 倘若侥幸得知了刀中秘密 铁鞭盖八方变成了铁鞭盖天下 那更加妙不可言 那也就不用说了 但总督大人的封印谁敢拆破啊 周大镖头数来数去 自己总数也不过一个脑袋而已 总督大人派了四位亲信卫士扮作标师 随在他标队之中 可以说是相助 也可以说是监视 在标队启程的前一天 总督府又派了几名格式哈雷 将他一家老小十二口 全都请到了住房军的营房里 说道周标头远赴京城之后 家中乏人照料 怕他放心不下 因此接了他的家眷去安置 周微信久在江湖行走 其中的过节岂有不知 这不是怕周大标头 放心不下一家老小 而是刘大人 放心不下这一对宝刀 因此将他高堂老母和妻妾儿女 一起逮了去为之 这对鸳鸯刀若在道上有甚闪失 自己脑袋要跟身子分家 那倒不用客气了 全家老小也都不必活了 他一生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 风头出过 钉板滚过 英雄冲过 狗熊坐过 砍过别人的脑袋 就差自己的脑袋 没给人砍下来过 算得上是 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了 但从来没像这一次走标 这样又惊又喜 心神不宁 如果护送宝到平安抵京 刘大人曾亲口许下重赏 自然是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说不定皇上一喜欢 竟赏下一官半职 从此光宗耀祖 飞黄腾达 周大标头 变成了周大老爷 周大人 从西安到北京 路程说远不远 说近可也不近 一路上大山小寨 少说也有三四十处 寻常黑道上的人物 他铁边镇八方 也未必放在心上 八方镇不了 镇他妈的一方半方 也还就将就着 对付着镇他一镇 但得了鸳鸯刀 无敌于天下 这两句话 要引起多少武林高手的眼红 于是他明保延标 暗藏宝刀 纵然标音有甚闪失 只要宝刀抵精 仍无大碍 一坐上官 周大老爷 宫堂上朝外一坐 招财进宝 十万两银子 还怕赔不起 再说 大老爷 只有伸手要银子 哪有赔银子的呀 周围信左手一按腰间铁鞭 瞪是眼前的四个汉子 终于咳嗽一声 宝全说道 在下道经跪地 没跟朋友们上门请安问好 有点失礼了 还请各位好朋友们 恕罪 心中打定主意 能不动手就最好 否则那老病鬼 可有点难动 江户上有言道 小心天下去的 莽撞寸步难行 只听那病夫 左手按胸 咳嗽起来 那矮小的瘦子一百额没刺 细声细气地说道 磕头静安倒也不必了 你宝的是什么宝贝 给我们留下来吧 周围信一惊 心道 标车启程之时 连我最亲信的标识 也只是知道 宝的是银子 怎的这人 却知我宝的是宝物 江户上有言道 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呢 真需小心在意 抱拳又道 请恕在下衍生 还请教 四位好朋友的腕儿呢 那瘦子道 你先说吧 周围信道 在下姓周 名微信 江湖上的朋友们 送了个外号 叫做铁边镇八方 那病夫冷笑道 这外号倒也罢了 只是 这镇子 得改一改 改一个 摆子 那瘦子一愣 道 改成 拜子 嗯 姓周的 我大哥给你改了个匪号 叫做铁边镇八方 我大哥料实如神 言之有理呀 哈哈哈哈 说吧 四个汉子一起捧腹大笑 周围信心想 江户上有言道 忍得一时之气 可免百日之灾呀 当下强忍怒气 说道 取笑了 四位是哪一路的好汉 在哪一座宝山开山立跪 掌柜的大当家 掌柜的大当家又是哪一位呀 那瘦子指着病夫说道 好 说给你听到也无妨 只是 小心别吓坏了 咱大哥 三个是烟霞神龙 逍遥子 二个是双掌开背 长长风 三个是流星感 月花见影 曲曲在下嘛 是八不感禅 赛砖珠 踏雪无痕 独角水上飞 双刺盖七省的 改一名 周围信越听越奇 信道 这人的外号 怎么如此啰里啰嗦一大串 只听那瘦子又道 咱们兄弟四个 一劫金蓝 行侠仗义 专门的锄强扶弱 劫富济贫 江湖上人称 太阅四侠 那便是了 周围信心想 听这四人外号 想来 那瘦子轻功了得 那壮汉掌励陈雄 这白脸汉子 刘兴锤功夫有独到的造诣 那烟霞神龙逍遥子七个字 更像是武林前辈 世外高人的身份 太阅四侠的名头 虽说没听见过 但定是我孤落寡闻 不识能人 既称得上一个侠子 定人非同小可呀 江湖上有言道 宁可不识字 不可不识人 鲍权说道 久仰 久仰 比镖局跟四侠 素来没有过节 便请让道 日后专程败厄道谢 盖一鸣双刺一击 叮叮作响 说道 要让道那也不难 我们也不要你的镖银了 只需借一两件宝物拥有 那也行了 周微信道 什么宝物 盖一鸣道 嘿嘿 你来问我 这可奇了 你自己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周微信听到这里 了知今日之时难以善罢 这太阅四侠 自是冲着自己 背上这对鸳鸯刀而来 心想 江湖上有言道 容情不动手 动手不容情 这四人 一出手避暑厉害的杀招 缓缓抽出双鞭 说道 四位既然定要赐教 确知不公 在下便领教太阅四侠的高招 哪一位先上 他回头一招手 五名标师和总督府的四名卫士 一起走进 周微信低声道 对付这些陆龄强盗 不用讲什么江湖规矩 大伙来个一拥而上 江湖上有言道 只要人手多 抬楼抬过河 他心中却另有主意 让他们跟四侠接战 我却独路而行 护送鸳鸯到附近 才是上策 江湖上有言道 想打一鹏风 有事隔西东 只听盖一鸣道 大镖头 我是双四盖七省 逗逗你的铁边拜八方 咱哥们俩 打个七上八落 七昏八素吧 说着身形一晃 抢上前来 周微信静不下马 举铁边格挡 使一招桃源夺朔 将他峨眉刺隔在外门 双腿一架 骑马蹿了出去 该一鸣叫道 嘿 好家伙 大镖头要扯呼 周微信转头叫道 我倒林外瞧瞧 是否尚有埋伏 说着纵马向外奔出 花剑影流行锤飞出 净打他的后心 周微信左边后辉 使了一招夜闯三寨 当一声响 将这流行锤荡了回去 他和花盖两人兵刃一交 只觉二人的招数 并不如何精妙 内力也是平平 一转头 但见那逍遥子 仍靠在树上 手持汗烟管 瞧着众标师 将太阅三峡围在该心 竟丝毫不动声色 周微信心中一惊 逮得那人一出手 我烧迟片刻 便无法脱身了 江湖上有言道 晴天不肯走 莫等雨临头啊 回首将那铁边的鞭梢 在马屯上一戳 肃旗发足狂奔 猛听得 不 一声大响 有人放了个响屁 这屁正是自己所放 江湖上有言道 响屁不臭 臭屁不响 这话倒也有理 此屁果然不臭 因此之故 却也没把大敌 逍遥子给熏跑了 一瞥眼间 猛见逍遥子右手一扬 叫道 啃镖 身侧风声响动 黑幽幽一见暗切打道 周围信举边一挡 啪的一声响 那暗器竟然 粘在了钢鞭之上 并不飞开 他心中更惊 这逍遥子果然是高手 连所使暗切也大不相同 江湖上有言道 行家一伸手 便知有没有 这时 左旗丝毫不停 奔出了林子 周围信见身后无人追来 顶一顶神 瞧刚边上所年的暗器时 原来是一只沾满泥屋的破鞋 烂泥狮子 粘在边上 竟不脱落 他更加吃惊 心想 武林高手飞花摘叶也能伤人 他这只破鞋飞来 没伤我性命 算是手下留情了 一时拿不定主意 该当纵马奔驰 还是静以待变 呼听的林中 有人杀猪似的大叫一声 接着一片寂静 冰刃香蕉之声 进阶止歇 周围信 惊疑不定 难道在这顷刻之间 众彪士和四位卫士 一起遭了太阅四辖的毒手 忽听的一人大声叫道 总标头 总标头 听口音 正是张标士 周围信摸了摸背上 包着鸳鸯刀的包裹 却不答应 信道 警户上有言道 若要惊 听一听 站得远 忘得清 过了片刻 又有人叫道 总标头 快回来 这只跑了 给我们赶跑了 周围信一愣 心道 哪有这么容易之事 一拉马将 转过马头 只见林中 奔出了一名烫子手来 欢天喜地地叫道 总标头 点子走了 弄包在紧 全部解释 周围信惊喜交集 问道 当真 烫子手道 大伙一拥而上 奋勇迎敌 那老病鬼被张标师一刀 砍得尖图带花 那四个人便都跑了 周围信料想事情不假 心中大喜 纵马回入林中 说道 另外 有十来个点子埋伏 给我这一阵砍上 统统跑了 说着这谎话时 不自禁 脸上微微一红 心道 江湖上有言道 做贼的心虚 放屁的脸红 我可得定下神来 别让人瞧出了破绽 张标师扬着单刀 得意洋洋道 什么太阳四侠呀 原来是虎吹大气的 众标师和卫士纵声大笑 周围信瞧着树立在地下的 那块墓碑 物字不明所以 哭听到林子后面传来 哎哟 哎哟 的声音声 周围信道 是受伤的点子 众人一阵风般的奔江过去 听得声音声 是从一片荆棘丛中发出 数十人四下散开 将集丛团团围入 周围信喝道 小毛贼 快点出来 集丛中 声音声更加响了 周围信右手一扬 啪的一声 一只甩手剑打了进去 里面那人 啊 的一声惨叫 嫌疑中剑 两名烫子手齐声欢呼 哎 打中了 总标头好剑法 提刀抢尽 将那人揪了出来 众人一剑 面面相去 做不得生了 原来那人却是压界标音的大胖子 汪延商 衣服已给极刺丝的稀烂 江湖上有言道 十个胖子九个富 只怕胖子没屁股 这个大胖子汪延商屁股倒是有的 就是屁股上赫然插了一只甩手剑 太岳四霞躲在密林之中 眼前微信标局一行人走得远了 这才出来 花剑影撕下一块衣巾 给肖遥子 裹扎尖头的刀伤 常常风道 糟糕 不碍事吧 肖遥子道 没事 没事 咱们好汉敌不过人多 算不了什么 花剑影道 我早说敌人圣事好大 恨不好度 二哥骗腰出马 立得大哥竖了哨 盖一鸣道 这批浑人糊涂的姐 听到咱们太岳四霞 响当当的英明居然不退 那有什么法子 逍遥子道 这也怪不得二弟 要接宝贝嘛 总得找标局子下手 常常风道 现在怎成事好 咱们两手公公 总不能去见人呢 盖一鸣道 依我说 话由未了 忽听得林外脚步声响 有人自南而北 急奔而来 盖一鸣探头一望 下垂的眉毛向上一扬 说道 来的共是两人 这回咱们两个服侍一个 管家那两只肥羊 走不了了 对 好歹也得弄他个几十两银子 捧起了墓碑抱在手里 原来他外号叫双掌开碑 便以墓碑做兵器 仗着力大 端起大石碑当头砸僵过去 敌人往往给他吓跑了 至于墓碑是谁的 倒也不拘一格 顺手谦卑 瞧是哪家死人晦气 死后不积德 撞上他老人家罢了 当下四人一打手势 分别躲在了大树之后 那两人一前一后奔进林子 前面那人是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 手持单刀 大声喝吗 贼婆娘 那么喝 当真要杀人呢 太阅四霞一愣 瞧后面追来那人却是个少妇 那女子背上附着个婴儿 手持弹弓 叭叭叭叭 一阵声响 连猪弹猛向了壮汉打去 那壮汉挥单刀 左挡右隔 却不敢回身砍杀 逍遥子见一男一女互斗 喝道 来者是谁 为何动手 盖一鸣一声呼声 四个人骑从大树后奔出 喝道 快快住手 那壮汉向前直冲 回头骂道 贼婆娘 你这般狠毒 我可要出手无情了 那少妇骂道 狗贼 今日不打死你 我任飞燕 势不为人 便在此时 太阅四霞已拦在那壮汉身前 少妇任飞燕叫道 林玉龙 你还不给我站住 那林玉龙对祖在身前的长长风喝道 闪开 头一低 让开身后射来的一只弹丸 只听哎呦一声 这弹丸恰好打中了长长风的鼻子 长长风大怒 骂道 贼婆娘 你打中我了 任飞燕道 打了你又怎么样 啪啪两响 两枚弹丸 对准了他射出 长长风高举墓碑 挡了个空 两枚弹丸 一中胸口 一中手臂 不由的手臂一酸 墓碑砰的一响 掉在地下 哎呦一声 跳江起来 原来那墓碑显灵 砸中了他的脚趾 盖一鸣和花剑影 见二哥吃亏 骑向任飞燕扑去 任飞燕拉开弹弓 一阵连珠弹打出 盖一鸣 没心中了一弹 花剑影 却给打落了一颗门牙 盖一鸣大叫 封锦封锦 要不要扯昏呢 任飞燕让这四人这么一组 眼见林玉龙 以头也不回地奔出林子 心中大怒 急不抢出 回手啪的一响 飞弹打出 将逍遥子手中的烟管 打落在地 这一旦手劲既强 准头更是齐家 乃是弹弓术中 出了名的回马蛋 任飞燕微微一笑 转头骂道 林玉龙 你这个臭贼 还不给我站住 只听林玉龙摇摇叫道 你真有能耐 便跟你大爷真刀真强的 拼上三百回合 用弹珠改人 算什么本事 耳听的两人越骂越远 望北追逐而去 花剑引道 大哥 这林玉龙和任飞燕 是什么人啊 逍遥子晨引道 林玉龙 是事单刀的好手 这妇人任飞燕 定是探功的名家 改一名道 大哥料事如神 言之有理 花剑引道 这少傅 小猫不俗 想是那姓林的 瞧上他了 意图费力 逍遥子道 正是 想咱们 太阅四辖 行辖仗义 最爱打包不平 日后撞上林玉龙 这个银棍 定要好好叫他吃点苦头 长长风道 说不定 那林任二人有杀父之仇 也不知谁是谁非 他妈的 叫上这下 好疼啊 说着伸手扶脚 逍遥子 正则道 那姓林的 满脸横肉 一见便知 不是善类 那姓人的女子 虽出手鲁莽 但瞧他武功出手 该数 名门正派 盖一鸣道 大哥料事如神 言之有理 长长风还带辩驳 忽听林外一人 长声吟道 黄金主手 快一进 昨日破产 金招贫 丈夫何事 空笑傲 不如烧雀 头上金 随着银声 一个少年书生 手中轻摇折扇 缓步入林 后面跟着个书童 担着一担行李 花剑影手指尖 黏着一枚掉下来的门牙 正没好气 见那书生 自得其乐的 漫步而至 口里还在银殴 只听到他说什么 黄金白银 当下向盖一鸣 使了个眼色 一跃而前 喝道 木拿书生 你在这里记录 咕噜的啰嗦声吗 瞧这大爷们 偷混脑胀的 快快拼来 那书生 见了四人情状 吃了一惊 问道 请问人兄 要赔什么呀 盖一鸣道 赔我们四个的 头昏脑账啊 每个人一百两银子 一共是四百两 那书生舌头一身 道 这么贵啊 便是当今皇上头疼 也不用这么许多银子 一致 盖一鸣道 皇帝老儿算得了什么 你拿我们笔做皇帝 当着大胆 这次不行了 四百两 得翻上一番 一共是八百两 那书生道 哎呦 人兄比皇上还要尊贵 那当真令人好生佩服 请问人兄尊姓大名 什么来头啊 盖一鸣道 在下姓盖 名一名 江湖上人称 八不敢缠赛砖珠 踏雪无痕 独角水上飞 双刺盖七省 太阅四峡中 排行第四 那书生拱手道 嗯 九阳 九阳 向花剑影道 这一位人兄呢 花剑影眉头一皱 道 是有空跟你这 钻顶成兄道弟的 一把推开那书筒 提起他所挑的篮子一颠 入手指觉得沉甸甸的 心头一洗 打开篮子看时 不由的倒抽了一口冷气 原来啊 这满篮子都是旧书 长长风喝道 呸 都是废物 那书生盲道 嘿嘿 人兄此言差矣啊 圣贤之书 如何能说是废物呢 有道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长长风道 书中有黄金 我呸 这破书一文钱一金 也没人要 这时盖一鸣已打开了 扁单头另一端的行李 除了不备不一之外 亦有几本旧书 却没丝毫值钱之物 太岳四侠都好生失望 那书生道 在下游学寻母 得见四位人兄 信何如知 四位号称太岳四侠 想必是扶危急困 行侠仗义 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了 逍遥子道 你这几句话 倒还说得不错 那书生道 今日得见鹰侠 当真三生有幸 在下眼前恰好 有一件为难之事 要请四位大侠 拔刀相助 赐予援手 逍遥子道 这个容易 我们做侠客的 若见到旁人有难 而不伸手 那可就空腹了 侠义之名了 那书生连连做一道谢 改一名道 到底是谁 欺负你了 那书生道 这件事说来惭愧 只怕四位兄台见笑了 花剑影恍然大悟道 哦 原来是你妹子圣地冒美 让恶霸 呛强去了 那书生摇头道 不 我没妹子 盖一鸣鼓掌道 嗯 那定是什么土匪 还是三官 抢占了你的老婆 那书生摇头道 也不是 我还没娶亲 何来欺事 长长风焦躁起来 大声道 到底是什么事 快给我爽爽快快地说了吧 那书生道 说便说了 四位大侠可别见怪 太阅四侠虽然自称四侠 但在江湖之上 武林之中 从来没让人这么大侠前 大侠后的恭敬称呼 这时听那书生言语之中 对自己如此的尊敬 个人都胸脯一挺 其声道 快说快说 有称为难之事 太阅四侠定当为你担待 那书生团团一移 说道 菜下江湖飘零 道经跪地 顽囊羞涩 床头金进 唯有恳求太阅四侠 相助几十两文银 四侠一波云天 乐善好施 菜下这里先谢过了 四侠一听 不由得其皱起眉头 说不出话来了 他们本要打劫这个书生 哪知让他一番说辞 反给己得下不了台 双掌开背长长风 双手一拍胸口 大声道 大丈夫 为朋友两肋插刀 尚且不辞 何况区区几十两文银 大哥 三地四地 拿钱出来吧 我这儿有 伸手往怀里一掏 单掌不开 原来一囊中空空如也 连一文铜钱也没有 幸好花剑影和盖一鸣身边 还有几两碎银子 两人掏了出来 交给书生 那书生打拱坐衣 连连称谢 说道 祝银之恩 在下终身不忘 他日山水相逢 自当报德 说着携了书童 扬长出林 他走出林子 哈哈大笑 对那书童道 这几两个银子 都赏你了吧 那书童整理给四人 翻乱了的行李 揭开一本旧书 太阳下金光耀眼 书页之间 竟夹着一片片薄薄的金叶子 笑道 相公跟他们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 他们偏偏不屑 太阅四侠 虽偷积不着十把米 但觉得做了一件豪侠一举 心头倒说不出的舒畅 该名道 这书声卖由四方 定能传扬我们太阅四侠的名头 话由未了 忽听得链铃声响 提声嘚嘚 一乘马远远自南而来 四侠久在江湖 听风遍音之术道也略知一二 小妖子道 各位兄弟 听着马儿提声清脆 倒是一匹豪马 不管怎么将这马扣下来再说 便没什么其他宝物 这匹马也可当作礼物了 该名道 大哥料事如臣 言之有理 芒解些腰带 说道 快快解腰带 坐个半马锁 芒将四根腰带连起 正要在两颗大叔之间拉开 纳乘马已奔进林来 马上乘客 见四人蹲在地上拉扯绳索 一愣 勒马 问道 你们在干什么 改名道 安半马锁 话一出口知道不妥 回首桥去 见马上乘客是个美貌少女 这一瞧之下 先放下了一大半心 那少女问道 安半马锁 干嘛 改名站直身子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说道 扮你的马儿 好 既然你已知道 这扮马锁也不用了 你乖乖下马 将马儿留下 你好好去吧 咱们太岳四侠 虽在黑道 素来 只结财 绝不结色 守身如玉 有个响当当的名声 太岳四侠 遇上美貌姑娘堂克 自当摆出 整人君子的模样 连一眼 都不多瞧 那少女道 你都瞧了我七八眼了 还说一眼也不多瞧呢 盖一鸣道 这 这 这个不算 我是无意之中 随便瞧瞧 咱们太岳四侠 不能欺负单身女子 自坏名头 那少女奄然一笑 说道 你们要留下我的马儿 还不是欺负我吗 盖一鸣 结结巴巴地道 这 这个吧 自有道理 小瑶子道 我们不欺无你 只欺无你的坐骑 一头畜生 算得什么 他见这马 身躯高大 毛光油亮 即是神俊 简直金乐银铃 但是这副鸣 所知便已不菲 不由得越看越爱 盖一鸣道 不错 我们太岳四侠 是江湖上铁蒸蒸的好汉 绝不能为难妇孺之辈 你只需留下坐骑 我们不碰你一根毫毛 想我八不敢缠 赛砖珠 踏雪无痕 那少女伸手掩住双耳 盲道 别说别说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谁 是不是 盖一鸣奇道 是啊 不知道 那便如何 那少女微笑道 咱们既然互不相识 若有得罪 爹爹便不能怪我 呆 好大胆的毛贼 四个一起上吧 四人眼前一晃 只见那少女手中 已多了一对双刀 这下兵刃出手 骑士如风 纵马向前一冲 俯身右手一刀 砍断了半马锁 左手一刀 便往盖一鸣头顶砍落 盖一鸣叫道 好男不跟女动 何必动手 眼见白光闪动 长刀已经砍向了面门 急忙举起钢瓷一挡 争了一声 兵刃相交 但觉那少女的刀上 有股极大的粘力 一推一送 手中兵刃拿捏不住 灯石脱手飞出 直射上树杖之高 钉入了一棵大树的树枝 花剑影和长长风 双双子旁抢上 那少女骑在马上 居高临下 左右双刀连砍 花长二人堪堪招架不住 那少女见了长长风 手中的石碑 甚是奇怪 问道 喂 大个子 你拿的是什么玩意儿 长长风道 这是长二侠的奇门兵人 不在武林十八万兵器之内 招数奇妙 哎呦 哎呦呦呦呦呦呦 却原来那少女反转长刀 以刀背在他手腕上一敲 长长风吃疼 骑门兵人脱手 无瞧不瞧 骑之又骑 又砸上了先前 砸得肿起来的脚趾 逍遥子见势头不妙 提起汉烟馆上前加工 他这烟馆是精铁锁柱 使的是判官笔招数 虽然出手点穴打穴 只是锁人穴道不大准确 为免失之好理 谬以尺寸 那少女瞧得暗暗好笑 卖个破绽 让他烟馆点中了自己左腿 只觉微微生疼 喝道 劳瓶鬼 你点的是什么穴 逍遥子道 这是中毒穴 点只腿气麻痹 四肢软瘫 还不给我束手带服 那少女笑道 中毒穴不在这里 偏左了两寸 逍遥子一愣道 偏左了 不会吧 伸出烟馆又带来点 那少女一刀砍下 将他烟馆打落 随即双刀交于右手 左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 脚尖在马腹上轻轻一点 那马一声长啸 直窜出林 逍遥子给他拿住后镜 全身麻痹 四肢瘫软 只有束手带服 太岳四侠只剩下的三侠大呼 封锦封锦 没命劲撒腿追来 那马瞬息间奔出了离许 逍遥子给他提着 双脚在地下拖动 擦得鲜血淋漓 说道 你抓住我的风驰穴 这是足少阳和阳为脉之会 我自然没法动弹 那也不足为奇 非战之罪 虽败有容 那少女咯咯一笑 勒马止步 将他坠落 说道 你自身的穴道倒说得对 冷笑一声 伸刀架在他镜中 喝道 你对姑娘无礼 不能不杀 逍遥子叹了口气道 此言错语 老夫年于五旬 又是童子之身 平生啊 绝不对姑娘太太无礼 你当真要杀 最好从我天柱穴中下刀 一刀气绝 免得多受痛苦 那少女忍不住好笑 心想 这老病鬼临死还在钻研穴道 我再吓他一下 瞧是如何 将刀刃 抵在他头颈 天柱和风池两穴之间 说道 便是这里了 逍遥子大叫 不不 姑娘错了 还要再上去一寸二分 只听得来路上 三人气急败坏地赶来 叫道 姑娘连我们三个一起杀了 正是长长风等三峡 那少女道 干什么自己来送死啊 盖一鸣道 我们太阅四峡 一级金兰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姑娘杀我大哥 我们兄弟三人不愿毒活 便请姑娘一起杀了 有谁皱一皱眉头 不算好汉 说着走到逍遥子身前 直挺挺的一站 竟是引进待徒 那少女举刀半空 坐视砍落 盖一鸣咧嘴一笑 毫不闪避 那少女道 好 你们四人武艺平常 意气却重 算的是好汉子 我饶了你们吧 说着收刀入鞘 四人喜出望外 大为感激 盖一鸣道 请问姑娘遵性大名 我们太阅四峡 定当牢记在心 日后以报不杀折呢 那少女听她口口声声 自称太阅四峡 丝毫不以为愧 忍不住又歌的一笑 说道 嗯 我的姓名 你们不用问了 我倒要请问 干嘛要抢我坐骑啊 盖一鸣道 今年三月初始 是晋阳大侠 萧半河的武师诞辰 那少女听到 萧半河的名字 微微一愣道 你们认得萧老英雄吗 盖一鸣道 我们不是萧老英雄 只素养他老人家英明 算得上神交已久 要趁他武士诞辰 前去拜寿 说来惭愧 我们四兄弟少了一份贺礼 尚不得门 因此便 所以 这个 那少女笑道 原来你们要抢我坐骑去送礼 这个容易 从头上拔下一枚金钗 说道 这只金钗给了你们 拆上这颗明珠很值钱的 你们拿去做贺礼 萧老英雄一定欢喜 说着一提马将 那骏马四提翻飞 远远去了 盖一鸣持拆在手 见拆上一颗明珠又大又圆 宝光盈然 四侠虽不大识货 却也知是西式之真 四侠呆呆望着这颗明珠 都欢喜不尽 逍遥子道 这位姑娘慷慨好爽 倒是我被中人 长长风道 果然是一位侠义到中的女侠 原来给墓碑砸中的脚趾 恰好发疼 改名道 大哥哥料事如神 言之有理 那少女坐在关水镇 芬安客店的一间小客房里 桌上放着把小酒壶 壶里装的是天下驰名的坟酒 这关水镇在晋州西南 正是坟酒产地 可是她只喝了一口 嘴里便辣辣的又麻又痛 这酒实在并不好喝 为什么爹爹却这么喜欢呢 爹爹常说 女孩子不许喝酒啊 在家中得听爹爹的话 这次一个人偷偷出来 这焚酒非得好好喝上一壶不可 他要喝干这一壶还真不容易 他又喝了一大口 自觉脸上有些发热 伸手一摸竟有些烫手 隔壁房里的标客却是你一杯 我一杯的在不停干杯 难道他们就不怕辣吗 一个粗大的嗓门叫了起来 画剑再来三千 那少女听着摇了摇头 另一个声音说道 张兄弟 这道上还是把戏先好 少喝几杯 江湖上油言道 手吻口也吻 到处好藏身 待到了北京 咱们再痛痛快快的打做一场 先前那人笑道 总表头啊 我瞧你问得太过了 那四个魂点子 胡吹一轮什么 太岳四霞 就把你吓得 嘿嘿嘿 活起来 快打酒来 那少女听着太岳四霞的名头 忍不住便笑出声来 想来这批标师 也跟太岳四霞交过手 只听了总表头说道 我怕什么了 你哪知道 我身上丢的千金重担啊 这十万两银标 也没放在我姓周的心上 哼 这时也不便跟你细说 到了北京 你自会知道 那张标师笑道 不错不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嘿嘿嘿 鸳鸯刀啊 鸳鸯刀 那少女一听到鸳鸯刀三字 心中砰的一跳 将耳朵凑到墙壁上去 想听得仔细些 但隔房顺时之间 声息全无 那少女心里一动 从房门中溜了出去 敲步走到 众标师的窗下一站 只听那周总标头说道 你怎么知道 是谁露了风声 张兄弟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压低了嗓门 但语调却极为正重 那张标师轻描淡写的道 这里的兄弟谁不知道 哪个不小 但就你自己才当是个什么留不起的大秘密 周标头声音发颤 盲问 是谁说的 张标师道 还能有谁 是你自己吗 周标头更急了 忙道 我几时说过了 张兄弟 今日你不说个明明白白 咱哥们可不能算完 我兴朱的平素待你不薄啊 只听另一人道 哎哎哎 总标头 总标头 你别着急 张大哥的话没错 是你自己说的 周总标头道 我我我怎么会说 那人道 咱们飙车一离西安 整天晚上你睡着了 便静说梦话 凡来复去总说 鸳鸯刀 鸳鸯刀 这一次送进北京 可不能出半点岔子 得了鸳鸯刀 无敌于天下 周微信又惊又愧 哪里还说得出话来 怎想得到 自己牢牢守住的大秘密 只因白天里静想着 脑子中除了鸳鸯刀之外 再没其他的念头 日有所思 也有所梦 在睡梦中竟说了出来 他向中标时团团一居 低声道 各位可千万不可再提鸳鸯刀三字 从今晚起 我用布包着嘴巴睡觉 那少女在窗外听了这几句话 心中大乐 按想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一对鸳鸯刀 竟在这标诗身上 我到了回去 瞧爹爹怎么说 这少女姓萧 明中慧 她爹爹便是晋阳大侠 萧半合 萧半合威名远镇 与江湖上各路好汉 广通生气 上月间得到了讯息 武林中失落有年的 一对鸳鸯刀重现江湖 竟为川山总督刘玉毅所得 这对刀跟萧半合大有渊源 他非夺到手不可 心下记忆 料想刘玉毅定会将宝刀送往京城 呈现皇帝 与其赶到重兵驻守的要地抢夺 不如半途中拦路节节 岂知刘玉毅狡猾多志 一得到宝刀便大步一振 假差官假共队派了一次又一次 使得觊觎这对宝刀的江湖豪事接连上当 反而折了不少人手 萧半合想起自己五十生辰将界 便撒些英雄铁 广腰秦晋记鲁四省好汉来喝一杯寿酒 但有些英雄铁中却另有复言 嘱咐个人 勿须将这对宝刀抢夺下来 当然 若不是他熟知其人性情来历的血性朋友 情铁中自无复言 否则风声泄露 打草惊蛇 别说宝刀抢不到 只怕还累了好朋友们的性命 萧忠会一听父亲说起这对宝刀 当即跃跃欲试 萧半合派出徒儿四撒英雄铁 他便也要去 萧半合派人在陕西道上埋伏 他更加要去 但萧半合总是摇头说道 不扯 他求得急了 萧半合便道 你问你大妈去 问你妈妈去 萧半合 有两位夫人 大夫人姓袁 二夫人姓杨 钟慧是杨夫人所生 可是袁夫人对她十分疼爱 当她便如自己亲生女儿一般 杨夫人说不能去 钟慧还可撒娇 还可整天说非去不可 但袁夫人一说不能去 钟慧便不敢辩驳 这位袁夫人对她很是慈祥 但神色间自有一股威严 她从小便不敢对大妈的话 有半点伪妞 然而抢夺宝刀啊 又凶险又奇妙 这可多么有趣 萧中会议想到 无论如何按捺不住 终于在一天半夜里 留了个字条给爹爹 大妈和妈妈 偷偷牵了一匹马 便离开了晋阳 她遇到了要去给爹爹 拜授的太岳四霞 只觉天下英雄好汉 武功也不过如此 她再听到了标师们的说话 更觉得截夺鸳鸯刀 似乎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 她转过身来 但要回房 在慢慢盘算如何向标队动手 只跨出两步 突然之间 隔着天井的对面房中 传来了当的一声响 这是她从小就听惯的 冰刃撞击之声 她心中一惊 哎呦 不好 人家瞧见我了 却听得一人骂道 当真度手骂 一个女子声音叫道 哪还跟你客气 但听得乒乒乓乓之声不绝 打得甚是激烈 还夹杂着一个婴儿的大声哭叫 对面房中 窗格上献出两个黑影 一男一女 每人各持一柄单刀 总横挥霍 拼命砍杀 这么一打 客店中灯石大乱 只听得周标头喝道 大伙别出去 个人警戒 守住标车 小心歹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萧钟会一听 心想 这般不要命的拼斗 哪里是调虎离山的假的 只可惜她不出来瞧瞧 否则倒真是个道道的良机 再瞧那两个黑影时 女的嫌疑立法 不住倒退 那男的却步步紧逼 毫不放松 她狭义之心登起 心想 这个贼好生无礼 一夜抢入女子房中 横尸强暴 这暴不平 岂可不打 但要冲进去住难女子 但转念一想 嗯 不好 围出手 不免漏了刑藏 若让那些标尸瞧见了 再下手倒刀 便不容易 强忍怒气 只听得兵刃相机之声 见缓 男女两人破口大骂起来 说的是鲁男图语 萧中慧倒有一大半听不懂 她听了一会儿 烦躁起来 正要回房 忽听得鸭的一声 东边一间客房的板门推开 出来一个少年书生 只听她朗声说道 两位何事争吵 有话好好分辨道理 何必动刀动枪呢 她一面说 一面走到男女两人窗下 似要劝解 萧中慧心道 那恶徒如此凶满 谁来跟你讲理啊 只听那房中 冰刃香蕉之声又起 小儿啼哭之声越来越响 目的里一颗弹丸从窗戈中飞出 啪的一声 正好将那书生的帽子打落在地 那书生叫道 哎呦不好 接着喃喃自言自语 哎呀 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 君子不立于危强之下 还是明哲保身要解 说着 慢慢夺回房去 萧中慧既觉好笑 也为那女子着急 心想 那恶贼似无忌惮 这女子非吃大亏不可 可是这时 那房中斗殴之声已息 客店中灯石静了下来 萧中会心下琢磨 爹爹常说 行事当分轻重缓急 眼前盗刀要紧 只好让那凶徒无法无天了 回到房中 关上了门 躺在炕上 心思如何盗解宝刀 这标队的人可真不少 我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啊 本该连夜赶回晋阳 去跟爹爹说支 让他来调兵潜将 可是 若我用计 将这刀倒来 双手捧给爹爹 岂不更妙 想到得意之处 左边脸颊上 那个酒窝深深陷了进去 可是用什么计呢 他自幼得爹爹调教 武功不弱 但说到用计 咱们的萧大姑娘可不大在行 肚子里计策并不算多 简直可以说不大有 他躺在炕上 想到头也疼了 虽想出了五六个法 但仔细一琢磨 竟没有一条管用 朦朦隆隆间 眼皮重了起来 静夜之中 呼听得 一声声自远而近地响着 有人以铁杖敲击街上的石板 一路醒来 显然是个盲人 敲击声响到客店之前 戛然而止 接着那铁杖 便在门店上突突突地敲响 跟着是店小二开门声 喝斥声 一个苍老的声音 哀求着要一间店房 店小二要他先给钱 那老瞎子给了钱 可是还差着两调 于是推阻声 其肯声 店小二骂人的乌言会语 一句句传入 萧中会儿里 他越听 越觉那盲人可怜 翻身做起 从包袱中拿出了一小订银子 开门出去 确见那书生已在那里指手画脚 知乎折野地跟店小二理论 看来他虽要明哲保身 仍不免喜欢多管闲事 只听他说道 小二哥 敬老续贫乃是美德 差着两吊钱 你就给他垫了 也就完了 店小二怒道 相公说得倒是好听 你既好心 那你便给他垫了呀 那书生道 哎 你这话又不对了 想我是行旅之人 盘缠带的不多 宝店的价格又大的惊人 倘若随便出手 转眼间便如夫子 之鳄于陈菜了 因此 所以 还是小二哥 少收两吊钱吧 萧中会扑斥一笑 叫道 喂 小二哥 这钱我给垫了 接着 店小二一抬头 只见白光一闪 一块碎银飞了过来 忙伸手去接 他这双手银子是接惯了的 可说是百不一失 这般空中飞来的银子 这次却是生平 破蹄头一遭来接 不免少了席恋 扑的一声 那块银子已打中他的胸口 虽说是银子 来者不拒 但打在身上 不免也有点疼痛 忍不住 哎呦 一声叫了出来 那书生道 你想 人家年纪轻轻 一个大姑娘 尚且如此好心 小二哥 你枉为男子汉 可差得远咯 萧中飞 向他扫了一眼 见他长脸俊目 剑眉鞋飞 容貌间鹰气逼人 心中一跳 忙低下头去 只听那老瞎子说道 多谢相公好心 你给老瞎子付了防范钱 当真多谢多谢 但不知恩公高姓大名 我瞎子记在心中 日后也好感恩报德呀 那书生道 小生姓元 名挂难 取取小事 何足挂齿 这防范钱 其实也不是我带会的 老丈你尊姓大名啊 那老瞎子道 我瞎子的贱名 叫卓天雄 萧中飞心中正字好笑 这老瞎子 当真眼盲心眼盲 明明是我给的银子 却却多谢旁人 突然听到卓天雄三个字 心头一震 这名字好像听过的 那天爹爹和大妈 似乎曾低声说过这个名字 那时我刚好走到大妈房门前 爹爹和大妈一见到我 便住了口 但说不定是同名同姓 更许是阴同字不同 爹爹怎么会认得这老瞎子呢 袁冠南伴了卓天雄 随着殿小二走到内院 经过萧中飞身旁时 袁冠南突然躬身长居 说道 姑娘 你带了很多银子 你带了很多银子出来吗 萧中飞没料到她会跟自己说话 脸上一红 似环礼不似环礼地蹲了一蹲 说道 怎么 袁冠南道 小可见姑娘如此豪阔 亦于告代几两盘缠之姿 萧中飞没料到 她居然会单刀直入地开口借钱 月家发炯 满脸通红 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呆了一呆 转过脸去 那书生道 好 既不肯借 那也无妨 带小可去打别人的主意吧 说着又是一居 转身回房 萧中飞心头砰砰而跳 一时定不下神 忽然之间 那边房里兵刃声和鹤骂声又响了起来 砰的一声大响 窗格飞开 一个壮汉手持单刀 从窗中跃出 左手中却抱了个婴儿 跟着一个少傅从窗里追了出来 头发散乱 五刀叫骂 快还我孩儿 你抱他到哪儿去 两人一前一后直冲出殿房 萧中飞见那少傅满脸荒急之情 侠义之心再也难以抑制 心道 这凶徒呛了他孩子 如此伤天害理 非伸手管一管不可了 忙回房取了双刀 赶将出去 远远听见那少傅不住口的叫骂 快放下孩子 半夜三更的 吓坏他了 你这千刀万剐的杀屁 吓坏了孩子 我 我 萧中飞顿声急追 不料这凶徒和少傅的轻身功夫君子不弱 直追出李许来到一处荒凉的墓地 才见两人双刀相交 正自恶斗 那凶徒怀抱孩子 行事不力 砍了几刀 逼开少傅 将孩子放在一块青石之上 才回刀砍杀 萧中飞停不站住 瞧一瞧那凶徒的武功 但见他屡立强猛 刀发凶悍 那少傅边打边退 看来转眼间便要伤在他刀下 萧中飞提刀跃出 喝道 恶贼 还不住手 右手单刀使了个虚势 左手长刀 净自刺那凶徒凶堂 那少傅见萧中飞杀出 呆了一呆 心疼孩子忙抢过去抱起 那凶徒举刀一架 问道 你是谁 萧中飞微微冷笑 道 打抱不平的姑娘 挥刀砍出 他除了跟爹爹 以及师兄们过招之外 当真与人动手 第一次是独斗太岳四霞 第二次便是斗着凶徒了 这凶徒的武功 可比太岳四霞强的太多 招数变换 一柄单刀盘旋飞舞 左手还不时击出陈雄的掌力 萧中飞叫道 好恶贼 这么横 左手刀招招进攻 目得使了个风花拂柳式 长刀急炫 那凶徒吃了一惊 侧身闪避 萧中飞叫道 躺下 短刀斜削 那凶徒左腿上早招 他大吼一声 异足跪倒 物资举刀还招 萧中飞双刀齐劈 引得他横刀挡架 一腿扫去 将他踢倒在地 跟着短刀又刺他右腿 陡然间风声纷然 一刀自后吸道 萧中飞吃了一惊 顾不得伤了凶徒 急忙回刀招架 这一招狮子回手 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 当的一声 双刀相交 黑暗中火星似箭 他看了一下 更惊地呆了 原来在背后偷袭的 竟是那怀抱孩子的少妇 这少妇一刀给他架开 跟着又是一刀 萧中飞拾的这招夜叉探海 志在伤敌 竟是不顾自身安危的拼命打法 当即短刀挡过 叫道 你这女人莫不是疯了 那少妇道 你才疯了呢 单刀斜闪 溜向萧中飞长刀的刀盘 就是推波 划进他手指 萧中飞一惊 见着少妇力气不及那凶徒 但刀法之搅诀 却原有过之 这时那凶徒已包扎了腿上的伤口 提刀上前夹击 两人一功一具 招招狠辣 萧中飞暗暗叫苦 原来这两人设下圈套 故意引我上当 他刀法追惊 终究少了临敌的精力 这时紫叶荒焚 受人夹击 不知四下里还服了多少敌人 不由得心中先自怯了 一面打 一面骂道 我与你们无言无仇 干嘛设下这等毒计 来害我呢 那凶徒骂道 谁跟你相识了 小贱人 无缘无故的来扛我一刀 那少妇也喝道 你到底是什么露术 不问青红皂白辫子出手伤人 问那凶徒道 龙哥 你腿上伤得怎么样 羽翼之间急事关切 那凶徒道 他妈的 疼得厉害呀 萧中会奇道 你们不是存心害我吗 那少妇道 你到底干什么的 这么强凶霸道 自以为武艺高强吗 我瞧也不见得 可真不要脸啊 萧中会怒道 我见你被这凶徒欺悟 好心救你 谁知你们是假装打架 那少妇道 谁说假装打架 我们夫妻争闹 平常得紧 你都管什么闲事 萧中会听得夫妻争闹四字 大吃一惊 结结巴巴地问道 你们 你们是夫妻 当即向后月开 脑中一片混乱 那壮汉道 怎么了 我们一男一女住在一房 又生下了孩子 难道不是夫妻吗 萧中会奇道 这孩子 是你们的儿子 那少妇道 他是孩子的爸爸 我是孩子妈妈 爱着你什么事了 他叫林玉龙 我叫任飞燕 你还要问什么 说着气鼓鼓地举刀半空 又要抢上坎落 萧中会道 你们既是夫妻 又生下了孩子 自然恩爱得紧 怎得又打又骂 又动刀子 这不奇吗 任飞燕冷笑道 大姑娘 等你嫁了男人 就明白了 夫妻不打架 那还叫什么夫妻 有道是 床头打架 床尾何 你见过不吵架 不打架的夫妻没有 萧中会脱口而出 说道 我爹爹妈妈 就从来不吵嘴 不打架 林玉龙俯着伤腿 骂道 他妈的 这还算什么夫妻 定然露鼠不正 人飞燕听得丈夫呼通 忙放下孩子 去瞧她伤口 这神情半点不假 当真是一对恩爱夫妻 林玉龙物资难难叫骂 他妈的 不动刀子不拌嘴 算什么夫妻 萧中会一愣 心道 嘿 这可不是骂我爹娘来着 怒气上冲 又想上前教训她 但以一敌二 料想打不过 见那婴儿躺在石上 啼哭不止 心中怨气不出 一转身 抱起婴儿 非不便奔 任飞燕为丈夫 包好伤口 回头却不见了儿子 惊叫 儿子呢 林玉龙 哎呦一声 跳了起来 说道 给那贱人抱走了 任飞燕道 你怎么不早说 林玉龙道 你自己抱着她 谁叫你放在地下 任飞燕大怒 飞身上前 啪的一声 打了她个嘴巴 喝道 我给你包扎伤口呢 死人 林玉龙回了一拳 骂道 儿子也管不住 谁要你讨好 任飞燕道 畜生 快去抢回儿子 回头再给你算账 说着拔步狂追 林玉龙道 不错 抢回儿子要劫 臭婆娘 自己亲生的儿子也管不住 有个屁用 跟着追了下去 萧钟会躲在一株大树背后 按住小孩嘴巴 不让她哭出声来 见林人夫妇边骂边追 越追越远 心中暗暗好笑 突然间身上一阵热 已经低头 见衣衫上湿了一大片 原来那孩子拉了尿 他好生烦恼 轻轻在孩子身上一拍 骂道 要拉尿也不说话 那孩子不满周岁 如何会说话 给他这么一拍 放声大哭 萧钟会心下不忍 只得乖孩子 好宝贝地慢慢哄他 哄了一会儿 那孩子合眼睡着了 萧钟会见他肥头胖耳 脸色红润 傻里傻气得甚是可爱 不由得颇为喜欢 心想 去还给他爹爹妈妈吧 吓得他们也就够了 见这对夫妻双双向北 当下也不回客店 向北追去 行了十余礼 天已黎明 这对夫妻始终不见 带到天色大明 到了一座树林茂密的林中 鸟鸣声瓷起彼鹤 野花香气扑鼻而至 萧钟会见林中景色清幽 一夜不睡也真倦了 捡了一处柔软的草地 以树养神 低头见怀中孩子睡得香甜 不多时 自己竟也睡着了 阳光渐烈 树林中浓阴杂地 花香欲深 睡梦中呼听得 为无心意 为无心意 一阵阵标局的烫子声 远远传来 小钟会打了个哈欠 双眼尚未睁开 却听得烫子声渐渐进了 来的正是微信标局的标队 铁边镇八方周微信率领着标局人众 一离将近早相林 只要过了这座林子 前面到了晋州 一直都是平阳大道 眼前红日当空 真是个好天气 本来今天说什么也不会出乱子 可是他心中却不自禁地暗暗发毛 标队后面的老瞎子的铁杖 在地下多得一声响 他心中便秃得一跳 一早起行 那老瞎子便跟在标队后面 初时大伙也不在意 但是坐骑和大车赶得快了 说也奇怪 那瞎子竟始终跟在后面 周微信觉得有些古怪 像张标师和詹标师使了个眼色 鞭打牲口 急驰急奔 煞时间将老瞎子抛得老远 他心中一宽 但标车沉重 快跑难以持久 一会儿便慢下来了 过不多久 哒哒哒声 隐隐起自身后 这老瞎子居然又赶上来了 这么一漏功夫 标队人众无不相顾失色 老瞎子这门清宫 可当真不含糊 标队人众无不含糊 那瞎子并不追赶上前 铁杖基地总是哒哒哒的 与标队相聚这么十来丈远 眼前面黑压压的是一片林子 周微信低声道 张兄弟 大伙得留上神 这老瞎子可真有点邪门啊 江湖上有言道 念念当如临敌日 心心贬似 国桥师啊 张标师昨天打跑了太岳四霞 一直飘飘然的自觉英雄了得 听周微信这么说 心道 哼 就算他精神功夫不坏 一个老瞎子 又怕他喝来 我瞧你啊 见了耗子就当是大虫 弯腰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子 使出打飞黄石的手法 沉肘阳腕 瞄准向那瞎子打去 只听痴痴声响 石子破空 去世甚急 那瞎子更不抬头 铁杖微抬 当的一声响 将那石子击回 张标师叫道 哎哟 那石子正打中他的鹅脚 鲜血直流 标队中灯时一阵大乱 张标师叫道 这瞎子 有你没我 纵马上前 举刀往那瞎子尖头砍落 那瞎子举仗格挡 张标师手中的单刀 倒翻上来 指振的手臂酸麻 虎口隐隐生疼 张标师叫道 有强人 并肩子齐伤啊 众人虽见那瞎子武功高强 但想他终究不过单身一人 眼睛又瞎了 好汉敌不过人多 于是刀枪并举 七八名标师卫士 一齐涌上 将他围在该心 这瞎子似不在意 铁杖清晖 东一敲 西一戳 只树河间 已将一名卫士打倒在地 周微信远远瞧着 见这老瞎子出手沉稳 好整一霞 竟似丝毫没将众人放在心上 摩得里见他眼皮一翻 一双眸子金光闪烁 竟不是瞎子 跟着一转身 抬腿将粘标师 踢了个筋斗 周微信大害 心知这瞎子绝非太阅四霞中的 逍遥子可比 却是当真身负决意的高人 想到自己身上的重任 高叫 张兄弟 你将老瞎子拿下 可别伤他性命啊 我先行一步 咱们晋州见 心道 江湖上有言道 鲁峰险处须当毙 不是才子 莫淫师啊 双腿一夹 纵马奔向林子 刚持进树林 只见一株大树后 刀光闪烁 他是老江湖了 暗暗叫苦 哎呀 原来那瞎子并非独角大盗 这里更服下了帮手 当下没命 竟然编马向前急驰 只驰出了四五丈 便见一个人影 从树后闪出 周围现见这人手持单刀 神情凶猛 当下更不搭话 手一扬 一只甩手剑脱手飞出 向那人射去 同时纵迹冲前 那人挥刀隔开甩手剑 骂道 什么人 乱放暗青子 另一个跟着赶道 贺道 你有暗青子 我便没有吗 拉开弹弓 巴巴巴一阵响 八九枚连猪袋打了过来 有两枚打在马臀上 那马吃疼 后脚乱跳 当时将周围现 给掀下马来 周围现早持鞭在手 在地上打了个滚 刚跃起身 啪的一声 手腕上又中了一枚弹丸 铁边拿捏不住 掉落在地 那两人一左一右 同时抢上 双刀齐落 架在他镜中 一人问道 你是什么人 另一个问道 你干什么乱放暗青子 先一人又道 你瞧见我们孩子没有 另一人又问 有没有看见一个年轻女子走过 先一人又问 那年轻姑娘有没有抱着孩子 片刻之间 每个人都问了七八句话 周围现便有十张嘴 也答不尽这许多话呀 原来这两人 正是林玉龙和任飞燕夫妇 林玉龙向妻子贺道 你住口 让我来问他 任飞燕道 干什么要我住口 你闭嘴 我来问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争吵了起来 周围现为两柄单刀 同时架在镜中 生怕任谁一个脾气大了 随手一按 自己的脑袋和身子 不免各走各路 正是 江湖上有言道 你去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又想 江湖上有言道 光棍不吃眼见亏 伸手不打笑脸人哪 当下满脸堆笑 说道 二位不用心急 先放我起来 再慢慢说 也不迟吧 林语龙喝道 干什么要放你 任飞燕见他右手翻转 牢牢按住背上包袱 似乎其中藏着十分贵重之物 喝道 那是什么 周围现自从总督大人手中 接着跟这一对鸳鸳鸳鸳鸳钮之后 心中片刻也没忘记过鸳鸳鸳刀三次 只因心无旁骯 竟在睡梦之中 也不住口地叫了出来 这时钢刀驾近 情势危急 任飞燕又问得急迫 实无思索余地 无自禁冲口而出 鸳鸳刀 林阵两人一听 吃了一惊 两只左手齐落 同时往他背上的包袱抓去 周围信一言计出 历时懊悔不已 当下情急拼命 百忙中脑子里转过一个念头 江湖上游言道 一夫拼命万夫莫当 何况他们只有两夫 不 只有一夫 另一个是女的不是夫 顾不得冷森森的利刃架在镜中 向前一扑 但要滚开 临任夫妇同时运劲 猛力一扯 竟将他连人带包袱提了起来 原来周围信以细铁链 将宝刀附在背上 临任两人虽一起使力 仍拉不断铁链 三个人缠坐一团 周围信回手一拳 砰的一下 打在林玉龙脸上 任飞燕倒转刀柄 在周围信后劲重重地砸了一下 问道 龙哥你疼不疼 林玉龙怒道 那还用问自然疼了 任飞燕怒道 哈 我好心问你 难道还问错了 两人一面抢夺包袱 一面又扮起嘴来 陡然间 草丛中钻出一个人 叫道 要不要孩子 林任二人一抬头 见那人正是萧中慧 双手高举着自己儿子 心中大喜 立即一起伸手去接 萧中慧右手递过孩子 左手短刀扑的一声 已割开了周围信背上的包袱 跟着右手探出 从包袱中拔出一把刀来 清光闪耀 寒气逼人 随手一挥 果真好宝刀 铁链硬刃断绝 萧中慧抢过包袱 翻身变上周围信的坐骑 这几下 手法吐起摇落 迅捷利落之至 他一提马将 喝道 快走 不料那马四只脚 便如牢牢定在地下 竟然不动 萧中慧身足去踢马腹 摩得利双足膝弯 同时以马 弹脚 不好 但要跃下马背 可哪儿还来得及啊 早已给人点中穴道 身子骑在马上 却一动也不能动了 只见马腹下翻出一个人 正是那老瞎子 也不知他何时摆脱 标队的纠缠 赶来悄悄藏在马腹之下 他一伸手 便夺过萧中慧手中 一对鸳鸯刀 任飞燕将孩子往地上一放 拔刀铺上 林玉龙跟着自旁侧弓 那瞎子提着出了窍的 长刃鸳刀 往上隔道 叮当良响 临任夫妇手中双刀齐断 两人只一呆 咬尖穴道酸麻 一让点中大穴 再也动弹不得了 周围信视如风虎 喝道 这下子 有你没我 拾起地下铁鞭 使一招 乌檐十八边的横扫千军 向瞎子横砸过去 那瞎子竟不闪避 提起鸳鸯长刀 向前刺出 最奇怪 这一次既非刺向铁鞭 也不是刺向周围信胸口 却是刺在包袱中的刀鞘之内 跟着镰刀带鞘横砸而出 他竟将刀鞘当作铁鞭使 而招数一模一样 也是胡言十八边中的横扫千军 刀鞘在铁鞭上一格 周围信这一条十六斤重的铁鞭 登使给拦在半空 再也砸不下分毫 这半空不知算不算一方 是否铁鞭镇八方 大有商量余地 一刀一鞭略意相持 呼的一声响 那铁鞭竟给瞎子的内劲 震得脱手飞出 这招铁鞭飞一方使出来 周围信虎口破裂 满掌是血 那瞎子白眼一翻 冷笑道 呼言十八边最后一招 你没学会吧 周围信这一经非同小可 呼言十八边 虽号称十八边 但传世的只剩十七招 他师父曾道 最后一招叫做一边断十枪 当年北宋大将呼言赞 受敌人围困 曾以一根钢鞭镇断十条长枪 这一路变法 不论招数 单凭内力 会者无多 当时只有他师伯 有此神功 周围信从未见过师伯 只知他是清廷侍卫 大内七大高手之首 想来身居进宫 从不出外 因此始终无缘败会 这时心念一动 产生问道 您 您老人家 可是姓卓 那瞎子道 不错 周围信惊喜交集 拜扶在地 说道 底子周围信 叩见卓师伯 那老瞎子微微一笑 道 亏得你还知道 世上还有个卓天雄 周围信道 师父在日 长生到师伯的神威 弟子不识师伯 刚才多有冒犯 江湖上有言道 有缘欠礼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啊 不知师伯 几时从北京出来的 卓天雄微笑道 皇上派我来接你啊 周围信又惶恐 又欢喜 道 若非师伯 身手相援 这对鸳鸯刀 只怕要落入 匪徒手中了 卓天雄道 狂上名剑万里 早料到这对刀上精时会出乱子 你一离西安 我便跟在标队后面 你晚上睡着时口中吱嚷些什么呀 周围信面红过耳 念如着 说不出话来 心道 师伯一路坠着我们标队 连我夜里说梦话也给听去了 我却丝毫不觉 若不是师伯 而是想到宝刀的大盗 我这条小命还在吗 江湖上有言道 万事不由人计较 一生都是命安排呀 卓天雄道 你的伙计胆子都小着点 这会儿也不知躲到哪儿了 你去叫叫齐 咱们一块赶路吧 周围信连声称事 卓天雄举起那对刀来 略意服侍 只觉一股寒气 直逼眉目 不禁叫道 好刀 好刀啊 周围信正要出林 呼听左边一人叫道 喂 姓卓大 乖乖地解开我穴道 咱们来好好斗一场 另一个女子道 你趁人不备 出手点血 算是哪一门子的英雄好汉 卓天雄转过头去 但见林玉龙 任飞燕夫妇 各举半截断刀 坐视欲砍 苦在全身动弹不得 空字发狠 卓天雄身指在短刀上一弹 争了一声 声若龙吟 悠悠不绝 说道 不论你有多少匪徒 来一个 勤一个 来两个捉一双 转头向萧中会道 小姑娘 你也随我进京走一遭 去瞧瞧经理的花花世界吧 萧中会大吉 叫道 快放了我 你再不放我 要叫你后悔无穷 卓天雄哈哈大笑 道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说 我更加不能放你了 嗯 且瞧瞧 你怎令我后悔无穷啊 萧中会暗韵内息 想冲开腿上给点中的穴道 但一股内息降到腰间 便自回上 心中越焦急 越觉得全身酸麻 半分力气也使不出来 一张翘脸张得通红 泪水在眼中滚来滚去 便欲夺矿而出 忽听得林外一人纵声长吟 天子众英好 文章交耳槽 晚班接下品 唯有读书高 高吟声中 一人走进林来 萧中会看去 正是昨晚在客店中 见到的那个少年书生 圆灌男 自己这副窘状 又多一人瞧见 更加难受 心中一急 泪水便如珍珠断线般地 滚了下来 卓天雄手腕鸳影双刀 立声道 行人的 这堆刀便在这里 有本事不妨来拿去 你装枪做事 瞒得过别人 可趁早 别在 卓天雄眼前现世 说着 双刀平平一击 争了一声 声震临霄 袁灌男右手提着一只毛笔 左手平持一个墨盒 说道 在下失信呼来 一遇在树上提尸一手 可下大呼小叫 为免扫人清醒了 说着 东张西望 似乎在寻觅提尸之处 卓天雄早瞧出他身有武功 他如此好诚一霞 怕他身负决意 倒也不敢轻敌 将双刀环入刀鞘 交给周微信 铁棒一顿 喝道 你要提尸 便提在我瞎子的一身之上吧 说着 挥动铁棒 往袁灌男脑后击去 萧中慧情不自禁 脱口而出叫道 别打 他见袁冠男文邹邹 手无腹肌之力 这一棒打上去 还不将他砸得脑浆泵裂 哪只袁冠男头一低 叫声 哎哟 从铁棒下钻过 说道 姑娘叫你别打 怎么不听话 卓天雄回过铁棒 平腰横扫 袁冠男扑得向前一跌 铁棒刚好从头顶掠过 卓天雄喝道 这下不错 左手成长批出 袁冠男含凶沉肩 毛笔在墨河中一站 往他手腕上点去 两人数招一过 萧中慧暗暗惊异 这书生 原来有一身武功 这一次无可走眼了 但见他身形飘动 左闪右臂 卓天雄的铁棒 始终打不到 他暗自捣住 老天爷伸眼睛 保佑着书生得胜 让他助脱困难 林玉龙贺才道 秀才相公 瞧不出你武功还这样的强 快杀了这瞎子 解开我们穴道吧 任飞燕道 你这不是一厢情愿吗 我瞧这小秀才未必是那老瞎子的对手 林玉龙贺道 臭婆娘 净说不吉利的话 你懂什么 任飞燕道 嘿 我瞧得见他们动手 你瞧得见吗 原来他面对卓元二人 林玉龙却是背向 林玉龙道 瞧得见便又怎样 我听那瞎子铁棒乱挥 一味呼呼风响 全不管事 任飞燕脆了一口 道 不管事 不管事 哼 他可点得你动弹不得 林玉龙道 那你呢 你倒动给我瞧瞧啊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越吵越凶 苦于身子转动不得 否则早又互相拳脚相加 任飞燕气愤不过 一口唾液 向丈夫吐了过去 林玉龙无法闪避 眼睁睁地任那唾沫飞过来 黏在自己鼻梁正中 当即啵了一声 也吐了一口唾沫过去 夫妻俩你一口 我一口 互相吐得满头满脸 都是唾沫 萧钟会见他夫妻身在危难之中 物质不停争吵 又好气又好笑 邪目再瞧袁卓二人时 不由得芳心按惊 但见袁冠男不住倒退 似乎已非那卓天雄对手 心道 但愿他这时装腔做事 故意戏弄老瞎子 其实并非真败 可是事与愿违 卓天雄的武功 其实比袁冠男高出颇多 初时卓天雄见他以毛笔与墨盒做武器 心想他如此有恃无恐 定有惊人意义 因而小心翼翼 不敢强攻 戴德试了几招 见他身法虽快 终究稚嫩 而毛笔的招数之中更无异状 当下铁棒横扫直杂 使出忽颜十八边中的精妙家术 袁冠男没料到竟遇上如此厉害的对手 手里又没有武器 力时左肢右拙 蝶欲显招 不由得暗暗叫哭 哎呦 我推得拖大 把这假匣子瞧得小了 哪知他竟是这等的应手 眼见铁棒斜斜砸来 忙缩肩闪避 卓天雄叫道 腾下 铁棒翻起 打中袁冠男左腿 小钟会心中砰的一跳 叫道 哎呦 袁冠男强子支撑 脚步略移踉跌 退出三步 却不跌倒 直到今日之事凶险万壮 腿伤既已受伤 便欲全身退走 意义不能 情急制声 叫道 好啊 小爷有好生之德 不愿用这福谷穿心高 你既无礼 说不得 只好叫你尝尝滋味 说着将毛笔在墨盒中 站得饱饱的 提笔往那卓天雄脸上抹去 卓天雄听得福谷穿心高五字 吃了一惊 叫道 且住 五毒圣姑是你何人 五毒圣姑是贵州安乡宝出了名的女魔头 武林中闻名丧胆 她所使的毒药之中 由以福谷穿心高最为驰名 据说呀 只要肌肤沾上半分 十二个时辰烂肉健骨 二十四个时辰毒血攻心 天下无药可救 袁贯南数年前曾听人说过 当时也不在意 这时给卓天雄逼得无法 信口胡吹 见他一听之下 历史脸色大变 心下暗喜 说道 五毒圣姑是我姑母 你问他怎的 卓天雄将信将疑 说道 即使如此 我也不难为你 快给我走吧 袁贯南冷笑道 你打了尾巴 难道就此了绝 说着走上两步 卓天雄望他左手端的墨盒 如见蛇蝎 心想 毛笔墨盒原本不能作为武器 他如此跟我相斗 其中定有古怪 见他上前 不自禁地后退了两步 他那只 袁贯南替躺自喜 仗着武功了得 往往空手制胜 手拿笔墨 只不过意识闲暇 今日撞到卓天雄 如此扎手人物 心中其实早已叫过不迭 不知几时变得在自骂 该死了 袁贯南又走上了两步 说道 我姑母武功不怎么样 也不过会配置一些毒药 你又何必吓成这样 见卓天雄迟迟疑疑地又退了一步 忽然转身 向左一闪 气到周薇信身判 提起毛笔便往他双眼抹去 周薇信大害 举臂来阁 袁贯南手肘一撞 莫合交由右手 左手探出 已将鸳鸯双刀抢过 卓天雄大吃一惊 心想 皇上命我来迎娶宝刀进京 如给这小子夺去 那是多大的罪名 纵然冒犯五毒圣姑 可也说不得了 当下飞身来抢 右掌斜披袁贯南尖头 左手五指成爪 往鸳鸯双刀抓落 袁贯南早防着这一招 此知硬抢硬夺 必败无疑 提起毛笔 对准他左手这么一抹 跟着便哈哈大笑 卓天雄猛爵手背上一凉 一惊之下 见手背上 已给浓浓地抹了一大条墨痕 以前听人所说 五毒圣姑 如何害人惨死的话 瞬时间在脑中闪过 不由得全身大振 他五根手指 虽已碰到双刀的刀鞘 竟抓不下去 一呆之下 越想越怕 大叫一声 飞奔出林 周围信见师伯尚且如此 哪里还敢逗留 跟在卓天雄后面冲了出去 袁贯南暗叫 惭愧 生怕卓天雄 察觉真相重新追来 不敢在林中多担 拿起鸳鸯双刀 转身便行 林玉龙叫道 喂 小秀才 你怎么不给我们解开穴道啊 袁贯南道 我来六个时辰 学到自己 萧忠会大吉 教道 再等六个时辰 人也死了 袁贯南笑道 别心急 死不了 萧忠会贪道 好 坏书生 下次 你别撞在我手里 袁贯南想起卓天雄 棒击自己时 这姑娘曾出言阻止 良心道好 但他三人显然也是为了鸳鸯刀而来 若给他们解开穴道 只怕又起肢解 为一尘瘾 从地下捡起两块小石子 右手挥动 两块石子先后飞出 分击林人夫妇穴道 随相隔数丈 任学之准 仍不爽分毫 两人受风的穴道 立时便解开了 林人夫妇各自激着满腔的怒火 穴道一解 提着半截单刀 灯时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 袁贯南再指出一枚石子 击中萧忠会腰间的惊门穴 萧忠会啊的一声 从马上倒摔下来 横卧在地 双目紧闭 一动也不动了 袁贯南吃了一惊 自使这枚石子并未打错穴道 如何竟会伤了他 忙走近身看 晚要看时 见他脸色有异 似乎呼吸也没有了 袁贯南这一下更加心惊 问道 姑娘 姑娘 你怎么了 伸手去探他鼻息 萧忠会突然大叫一声 翻身跃起 从他手中抢过了短刃的央刀 偷袭得手 不敢再转长刀的念头 咯咯一笑 转身便逃 林玉龙叫道 鸭鸭刀 任飞燕从地下抱起孩子 快追 两人向萧忠会追去 袁贯南骂道 好丫头 恩将仇报啊 提气急追 但他左腿中了卓天雄一棒 伤势不清 一敲一拐 清宫只剩下五成 眼看萧林人三人向西北荒山急驰而去 竟追赶不上 但想鸳鸯刀少了一把 不能成为鸳鸯 腿上虽痛 仍穷追不舍 奔出了二十余里 地势越来越荒凉 他奔上一个高纲 四下张望 只见西北方四五里外 林木掩映中 露出了一角黄墙 似是一座小庙 心想 这三人别处无可藏身 多半在这庙中 于是折了一根树干 当作拐杖 称池着奔去 走进庙来 见匾额上写着 紫竹庵三字 原来是座泥庵 袁贯南走进庵去 见大殿上站着一个老尼姑 一缕洁净 面目慈祥 袁贯南作了一依 说道 师太请了 可有一位蓝山姑娘 来到保安随喜吗 那老尼道 小岸地数偏僻 并无施主到来 袁贯南不信 道 师太不必隐瞒 话未说完 呼听的门外 哒哒哒哒哒联响 传来铁棒基地之声 正是卓天雄追到了 袁贯南大吃一惊 蒙道 师太 师太 请你做做好事 我要仇家追来 千万别说我在死床 也不等那老尼回答 向后院直窜进去 见东乡有座小佛堂 推门进去 见供着一个 白衣观音的神像 这时不加思索 纵身上了佛座 揭开帷幕 便躲在了神像之后 岂知神像之后 早有人在 顶经一看 正是萧中慧 他似笑非笑地 向袁贯南瞧了一眼 说道 好吧 算你有本事 找到这里 这刀拿去吧 说着将短刀递过 只听他身后一人说道 别给他 要动手 咱三个人打他一个 原来林仁夫妇带着孩子 也躲在神像左侧 袁贯南此时逃命要紧 无暇夺刀 低声道 别走上 老瞎子追上来了 萧中慧一惊 道 他不是中了你的毒药 袁贯南微笑道 毒药是假的 萧中慧还待再问 只听卓天雄粗声粗气地道 四下里并没有人家 不在这里又在何处 那老尼道 施主再往前面找找 想必是已走过了头 卓天雄道 好 四下里我都扶下了人 也不怕这小子逃到天边去 要是找不到 回头再跟你算账 到时我一把火烧了你这臭泥馆 林玉龙和任飞燕听得心头火起 便欲反唇相机 口还未章 袁贯南和萧中慧双指齐出 已分点了二人穴道 卓天雄走进后院待了片刻 料想是在东张西望 听着他喃喃咒骂 铁棒主地 转身出安去了 原来卓天雄手背上为黑墨抹中 心惊胆战 忙到溪水中去洗 墨记一洗即去 不留丝毫痕迹 他放心不下 拼命擦洗 这用力一擦 皮肤破损 真的隐隐作疼起来 他更加吃惊 待了两久 不再见有何异状 才直上了当 于是随后追来 他虽轻功了得 奔驰如飞 但这么一当个 却给袁贯南等 躲到了紫竹庵中 袁贯南和萧中慧带他走远 才解开临任夫妇穴道 从观音大事的神像后跃下地来 四人想起卓天雄之言 都皱起了眉头 尽想此人轻功了得 追出数十里之后不见踪迹 又必寻回 四下里无防无射 没地可躲 打是打不过 逃又逃不了 难道束手待毙不成 袁小二人相对无言 寻思脱逃之际 练狱龙骂道 都是你这臭婆娘不好 咱们若是练成了夫妻刀法 二人合力 又何必怕这老夏子呢 任飞燕道 嘿 练不成夫妻刀法 到底是你不好 还是我不好 那老和尚明明要你救着我点 怎能你一练起来 便只顾自己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又吵个不休 萧中慧听他二人 仍然不住地争吵 说道 咱们四个连着你孩子 还有那老尼姑 各个大货临头 只要老夏子一回来 谁都活不成 你俩还吵什么 袁冠男问道 到底这夫妻刀法 是怎么回事 林仁夫妇俩又说又吵 半天才说了个明白 原来啊 三年之前 林仁夫妇新婚不久 便大打大吵 恰好遇到了一位高僧 他瞧不过眼 传了他夫妇俩一套刀法 这套刀法传给林玉龙 和传给任飞燕的 全然不同 要两人练得纯熟 共同应敌 两人的刀法阴阳开合 配合得天衣无缝 一个进 另一个变退 一个弓 另一个变手 那老和尚道 以此刀法并肩行走江湖 任他敌人武功多强 都奈何不了你们夫妇 但若单独一人施此刀法 却半点也没有用处了 他见这对夫妇天性良善淳朴 为人侠义 只是鲁莽暴躁 不断争吵 只怕最后反目分手 便可惜了 因此 教他人练这套奇门刀法 令他们夫妇长相厮守 谁也离不了谁 这路刀法原来是古代一对 恩爱夫妻所创 两人形影不离 心心相应 双刀施展之时 也是相互回护照应 那只临人两人性情急躁 虽都学会了自己的刀法 但要相辅相成 配成一体 始终是格格不入 只练得三四招 别说相互回护 夫妻俩自己就侃侃杀杀地 斗将起来 袁冠南听他两人说完 心念一动 向消忠会说道 姑娘 我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 原不该说 只是事在危急 此处人人都有性命之忧 消忠会接口道 我知道了 你要我和你学着 夫妻 夫妻 说到这里满脸红韵 袁冠南道 小可绝不敢有意冒犯 实在 实音 消忠会不再跟他多说 向仁飞艳道 大嫂 请你指点我 倘若我和他 和他都学会了 抵挡得了老瞎子 便可救了大家性命 仁飞艳道 这路刀法学起来很难的 绝非一招以西之功 消忠会道 学的多少便是多少 总剩余白白在这里等死吧 仁飞艳道 好 我便教你 只不知 他还记不记得 林玉龙怒道 我怎么不记得 林任夫妇分别口讲指滑 武动给卓天雄用宝刀 削去了半截的断刀 一朝一世地眼僵起来 元宵二人在旁各瞧各地 用心磨记 元宵二人武功虽均不弱 但这套夫妻刀法招数繁复 一时时不易记得许多 林任夫妇交他几招 百忙中又扮上了几句嘴 两个人交 两个人学 还只交到第十二招 胡听得门外大喝一声 贼小子 你躲到哪儿去了 人影一闪 卓天雄手持铁棒 闯进店来 林玉龙见他重来 不经反怒 贺道 我们刀法尚未交完 你便来了 多等一刻也不成吗 提刀向他砍去 卓天雄举铁棒一挡 任飞燕也已从右侧攻道 林玉龙叫道 是夫妻刀法 他抑郁在萧元二人跟前一显身手 断刀斜灰 向卓天雄妖精削去 这时 任飞燕本当散武刀花 护住丈夫 哪知他急于求胜 不使夫妻刀法的第一招 却使了第二招中的抢弓 变成了双刀齐尽的局面 卓天雄一见对方刀法 露出了老大破绽 铁棒一招偷天换日 架开两柄断刀 左手手指从棒底伸出 多多两声 林仁夫妇又让点中了穴道 他二人倘若不使夫妻刀法 尚可支持的一时 但一时将出来 一来配合失误 二来短刀太短 难及敌身 仅一招便已受制 林玉龙大怒 骂道 臭婆娘 咱们这是第一招 你该散武刀花 护住我妖心才是啊 任飞燕怒道 你干嘛不跟着我使第二招 非得我跟着你不可 两人双刀僵在半空 口中却物资怒骂不休 袁冠南知道 今日之事已无幸 低声道 小姑娘你快走 让我来缠住他 萧钟会没料到他 竟会有这等狭义心肠 一愣之间 心中变热 说道 不 咱们合力逗他 袁冠南急道 你听我话 快走 若是我逃他性命 再跟姑娘相见 萧钟会道 不成啊 话未说完 卓天雄以挥铁棒抢上 袁冠南刷的一刀砍去 萧钟会见他这一刀 左肩露出空隙 不带卓天雄对弓 抢着挥刀护住他肩头 两人事先并未拆练 只因适才一个要对方先走 另一个却定要留下相伴 军动了舍己为人之念 正合夫妻刀法的要指 林迪时自然而然互相回忽 林玉龙看得分明 叫道 好 女貌郎才诸万叔 这是夫妻刀法的第一招 用得妙计 袁霄二人脸上都是一红 没想到情急之下 个人顺手使出了一招心学刀法 竟配合得天衣无缝 卓天雄横过铁棒 正要砸打 任非燕叫道 第二招 天叫燕至违剑鼠 萧钟会一眼抢弓 袁冠南横刀手欲 卓天雄势在不能以弓为首 只得退了一步 林玉龙叫道 第三招 清风隐沛下游台 袁霄二人双刀齐飞 嗖嗖生风 任非燕道 明月照妆成金屋 袁霄二人相视一笑 心中均有喜意 斗光如月 照应娇脸 卓天雄给逼得又退了一步 只听林仁二人不住的吆喝招数 一个叫 斗光眼映孔雀瓶 一个叫 喜劫斯罗再瞧目 一个叫 英雄无双风流絮 一个叫 雀山洞房燃花竹 一个叫 今朝游女 言如玉 林玉龙叫道 千金一刻 清凉宵 任非燕叫道 战断人间 天上福 喝到这里 那夫妻刀法的 起手十二招 已经使完 余下的尚有六十招 袁霄二人却未学会 袁冠南叫道 从头再来 灰刀砍出 又是第一招 女貌狼才 朱万叔 二人出使那十二招时 搭配魏淑 以杀的卓天雄 手忙脚乱 招架为难 这时从头再使 两人灵犀暗通 想起这路夫妻刀法 每一招都有个风光 以你的名字 不自禁 又惊又喜 使得第九招 碧霄生理双鸣凤时 双刀便如凤舞鸾翔 灵动翻飞 招招指指要害 卓天雄哪里招架得住啊 啊的一声 尖头中刀 鲜血并流 他自知难敌 再打下去 定要将这老命 送在尼安之中了 铁棒疾风 纵身 出强而逃 袁霄二人默默相对 情愫暗生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呼听得林玉龙大声叫道 妙计妙计 女冒狼才 诸万叔啊 他其实是在称赞自己那套夫妻刀法 萧中慧却羞得满脸通红 轻声道 请你到萧半河大侠家中来找我 低头奔出了尼安 远远地去了 袁贯南追出安门 但见萧中慧的背影 在一排柳树边一晃 随即消失 胡听得身后有人叫道 相公 袁贯南回过头来 只见小叔童笑嘻嘻地站着 打开的书栏中睡着个婴儿 正是邻人夫妇的儿子 栏中书籍湿了一大片 自不免书中自有孩儿尿了 三月初十 这一天是晋阳大侠 萧半河的五十寿蛋 萧府中贺客迎门 群英寄计 萧半河常跑马挂 在大厅上接待来贺的各路英雄 白道上的侠士 黑道上的豪客 前辈民宿 少年新晋 还有许多跟萧半河本不相识 却是慕名来致敬仰之意的生客 在后堂 袁夫人 杨夫人 萧中慧 也都喜气洋洋 穿戴一心 两位夫人在收拾外面 不断送进来的各式各样受礼 萧中慧正对着镜子沾花 突然之间 镜中的脸上满是红韵 她低声念叨 清风隐沛 下摇台 明月照妆 成金屋 袁夫人和杨夫人对望了一眼 君想 这小妮子啊 自从抢了那把短刃央刀回家 一会儿洗 一会儿愁 满怀心事 她今年十八岁了 定是在外边遇上一个 和她心意的少年郎君 杨夫人见她脏花老不如意 忽然又发觉 她头上少了一件物事 问道 惠儿 大妈给你的那只金钗呢 钟慧哥哥一笑 道 我给了人了 袁夫人和杨夫人又对望一眼 心想 果然不出所料 这小妮子连定情之物也给了人家 杨夫人问道 给谁了 钟慧笑得有死花枝乱颤 说道 她 她吗 今儿啊 多半会来跟爹拜寿 人家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非同小可 杨夫人还带再问 只见拥抚张妈捧了一只锦缎盒子进来 说道 这份贺礼当真奇怪 怎得送一只金钗给老爷 袁阳二夫人一起走近 只见何种所成之物 珠光灿烂 赫然是中慧的那只金钗 杨夫人一转头 见女儿喜容满脸 笑得甚欢 盲问 送礼来的人呢 张妈道 正在听上陪老爷说话呢 袁阳二夫人心急着 要瞧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人物 居然能令女儿如此颠倒 一听得她到来 便心花怒放 相互一喊手 一同走到大厅的屏风背后 只听一个人结结巴巴地道 小人叫盖一鸣 外号人称巴不赶蝉 赛砖珠 踏雪无痕 独角水上飞 双刺盖七省 今日特地和三个兄弟 来向肖老英雄拜兽 两位夫人悄悄一张 只见那人是个形容猥琐的兽子 身旁还坐着三个古里古怪的人物 肖半和抚须笑道 太约四峡大驾光临 还赠老夫金差厚礼 可真何以可当啊 盖一鸣道 好说 好说 元阳二夫人满心疑惑 难道女儿看中的竟是这个矮子 两位夫人见多识广 知道人不可以貌相 那人的外号说来甚是响亮 想来武艺必是好的 既称得上一个匣子 人品也必是好的 古月声中门外又进来三人 齐向肖半和行下礼去 一个英俊书生术声朗声说道 晚辈林玉龙 人飞燕 圆灌南 公祝肖老前辈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薄礼一剑 请老前辈笑纳 说着城上一只开了盖的长河 肖半河泽了 接过来看时 河中赫然是一柄青光闪闪的利刃 长刀鸢刀 和女儿日前夺来的短刃鸢刀 正是一对 萧府的后花园中 林玉龙在教袁贯南刀法 任飞燕在教萧中慧刀法 耗了大半天功夫 林仁二人已将余下的六十路夫妻刀法 青囊相授 袁贯南和萧中慧用心记忆 但要他们这时专心致志 确实大不容易 林肖半河问明了得刀经过 再细问袁贯南的师从来历 直他从小跟父母失散 又问了他学艺过程 以及平生志向和所结交的友好 由此而推知他的人品形式 跟两位夫人一商量 当下将女儿许配给了袁贯南 延明今晚喜上加喜 就在寿淡之中给两人定亲 两人是心花怒放 若不是知道这路刀法威力无穷 也真的无心在这时候学武习 再说若不是武学之事不拘世俗礼法 未婚夫妻也当避嫌 不该在此日还相聚一堂 刀光掩印孔雀瓶 喜结斯罗再瞧目 明霄生理双鸣凤 今朝有女颜如玉 林玉龙和任飞燕交完了 让他们这对未婚夫妇自行对刀练习 两夫妇竟然收了这样一对徒弟 私心大胃 而且从交招之中 领会了一些夫妻互相扶持的道理 竟然一整天都没争吵 太岳四侠一直在旁瞧他们练刀 逍遥子和盖一鸣不断指指点点 说这一招有破绽 那一招有漏洞 林玉龙心头有气 抹了抹头上的汗水 道 盖兄 咱夫妇已一路刀法 送给元凶夫妻作为新婚贺礼 你太岳四侠 送什么礼物啊 太岳四侠一听此言 心头都是一礼 一时无言一对 要知说到送礼 实施他们最要命的罩门药屑 此人面面相去 从对方脸上看到了人人脸色大变 任飞燕有意开开他们玩笑 说道 那边乌泥河庄 有产避雪金蝉 学武之人福德一只可抵十年功力 只不过是难捉到 盖兄号称八不赶蝉 独角水上飞 这赶蝉嘛 原来是盖兄成名的绝技 何不去捉几只来 送给了新婚夫妇 岂不是一件重礼 盖一鸣大喜 问道 当真 林语龙道 我们怎敢相弃 只可惜咱夫妇清宫不行 又不通水性 不敢向水去捉罢了 盖一鸣道 说道清深水性 那是盖某的拿手好戏 大哥二哥三个 咱这就捉去 任飞燕笑道 盖兄 这个你可又外行了 那碧血金蝉 需得半夜紫时 方从洞中出来 吸取月光精华 大白天哪里捉得到啊 盖明道 是是 我本就知道 只不过一时忘了 倘若白天能随便捉到 那还有什么稀罕 大厅上红烛高烧 中堂正中的锦轴上 贴着一个五尺剑方的金色大寿字 这时客人败寿已毙 寿行宫萧半合 俯着长须 笑容满脸地宣布了一个喜讯 他的独生爱女萧中慧 今晚与少年辖士圆贯男定亲 请列位高鹏喝一杯瘦酒之后 再喝一杯喜酒 众边鹏喝彩声中 袁贯男跪倒在红毡毯上 拜见岳父岳母 小伴和笑嘻嘻地摸出一柄沉香膳 作为见面礼 袁贯男谢着接过了 袁夫人也笑嘻嘻地摸出一支玉斑纸 袁贯男谢着伸手接过 突然之间 争的一声 那玉斑纸掉在了地下 袁贯男脸色大变 望着袁夫人的右手 原来袁夫人右手小指上 生着一个枝指 她抓起袁夫人的左手 只见小指上也有一个枝指 袁贯男颤声道 岳母大人 你 你可识得 这个东西吗 说着伸手到自己脖颈之中 摸出一支 串在一根细筋链上的翡翠狮子 袁夫人抓住狮子 全身如中雷电 叫道 你 你是师官 袁贯男道 妈 正是孩儿 我想你想得好苦啊 两人抱在一起 放声大哭 寿堂上众人肃静无声 瞧着他们母子相会这一幕 人人心里又难过 又欢喜 更砸着几分惊奇 只听得袁夫人哭道 师官 师官 这十六年来 你在哪里呀 我无时无时无刻不再惦记着你呀 孩子 袁贯男道 妈 我已走遍了天下十八省 到处在打听你的下落 我只怕 只怕今生今世 再也见不到妈了 萧中会听得袁贯男叫出一声妈来 身子一摇 险些跌倒 脑中只响着一个声音 原来他是我哥哥 原来他是我哥哥 林玉龙悄声问妻子 怎么 袁相公是萧太太的儿子 我弄得糊涂了 任飞燕道 袁相公不是说出来寻访母亲吗 他还托了咱们帮他寻访 说他母亲每只手的小指头上 都有一根枝枝 这萧太太不也认了他吗 林玉龙骚着头道 那怎的他姓袁 他爹爹又姓萧 任飞燕道 蠢人 袁相公他三岁时就跟母亲失散 三岁的孩子 怎知自己姓什么 虎乱安个姓不就是了 林玉龙道 这么说来 那萧姑娘是他妹子 兄妹俩怎能成亲呢 任飞燕道 既是兄妹 怎么还能成亲呢 你这不废话吗 林玉龙怒道 呸 你说的才是废话 你是我老婆 我确定可你是我妹子 他夫妻二人越争越大声 萧忠慧再也忍耐不住 啊的一声 眼面奔出 萧忠慧心中茫然一片 只觉眼前黑蒙蒙的 了无声趣 他奔出大门 发足狂奔 突然间砰的一下 肩头与人一撞 他哀忧一声叫道 暗道不好 不妙 我这一身武功 只怕撞伤了人 盲伸手去扶 突然手腕一紧 左臂酸麻 竟给人扣住了脉门 他一惊之下 抬起头来 族长自然而然地 击了出去 那人反腕擒拿 一带一扣 又抓住了 他右手的脉门 这时 他一看清 眼前之人 正是卓天雄 卓天雄哈哈大笑 叫道 卫信 先收一把 周微信应声而上 解下了 萧中会腰间挂着的 短刃央刀 卓天雄道 小半盒 鸣满江湖 近日武时受淡 府中高手如云 卫信 你有没有胆子 去取那把 长刃冤刀呢 周微信道 弟子有世伯撑腰 便是龙唐虎穴 也敢去一闯 江湖上有言道 鲁大好跑马 树大好车阴哪 卓天雄哼了一声 笑道 哼 没出息 先得把世伯拉扯上 他生平自负 喊逢敌手 但让袁贯南和萧中会 以夫妻刀法联手击败后 不禁心切气馁 此时无意间与萧中会相遇 按想他男女两人双刀联手 固然厉害 但我既已擒住了一人 只剩下袁贯南一个小子 就不足为据了 况且萧中会落入自己手中 萧府上人手再多 也不怕萧半盒 不乖乖地把长刃冤刀交出来 当下 卓天雄压着萧中会 支回了知府衙门 与周微信等一杆标诗 尽头萧府而来 那卓天雄三字的明铁 递将进去 萧半盒决然一领 叫道 快请 过不多时 只见卓天雄昂首阔步 走进厅来 萧半盒抢上相迎 一撇眼 见女儿双手反减 一名大汉手持短刀 央刀抵在她的背心 萧半盒心中虽惊疑不定 却丝毫不动声色 脸寒微笑 说道 村夫建臣 怎敢劳 侍卫大人御族啊 卓天雄在京师 久闻萧半盒的大名 但见他躯体雄伟 满塞求然 果然是极为威武 当即伸出右手 说道 萧大侠千秋华诞 兄弟败赫来迟 忘记恕罪啊 萧半盒笑道 好说 好说 伸手与他相握 两人一运劲 手臂一震 军感半身酸麻 这一下较量 两人竟功力吸敌 谁也不输于谁 薰下军各亲服 便携手同进寿堂 两人之中 却以卓天雄更加精益 他以镇天三十掌 和忽延十八边称雄武林 那镇天三十掌 唯有魂元气 可与辟底 实财 萧半盒所使的 正是魂元气的功夫 但魂元气 必须同子之身 方能休息 不论男女 成婚后既行消失 因其练时艰辛 散失却有极异 因此 武林中向来少有人练 他来萧府之前 早打听明白 只萧半盒一期一切 女儿也已是吉吉之年 怎么还能保有着 童子宫的魂元气功夫 岂非武学中的一大骑士 圆贯难见萧中会受制于人 自情及关心 自人群中悄悄绕到 众标师身后 但要伺机相救 但卓天雄眼力何等厉害 早已瞧见 贺道 幸远的你给我站住 又向周威信道 有谁动一动手 你就一刀在这女娃子身上戳个透明的窟窿 周威信道 是 江湖上有言道 墙中自有墙中手 恶人自有 一想这句话不太对头 下面恶人磨三个字便吞入肚中 圆贯难深恐这些人真的伤了萧中会 哪敢上前一步 周天雄道 萧大侠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兄弟今日造访尊府 一来是跟萧大侠磕头败寿 二来是想以一件无价之宝 跟萧大侠换一件有价之宝 萧半合道 小人奴顿 不明卓大人言中之意 卓天雄白眼一番 笑道 那无价之宝嘛 便是另爱千金 有价之宝 却是那柄长刃冤刀 兄弟跟萧大侠无冤无仇 只求能在皇上遇前交得了差 保全了这许多兄弟们的身家性命 还盼萧大侠高抬贵手 救一救兄弟 说着拱了拱手 他的话说得似乎低声下气 但神色之间却极为拘奥 萧半合伸手在椅背上一按 咔嚓一响 椅背灯石碎裂 萧道 折大人望重武林 今日却如何这等糊涂 鸳鸯刀机不在小人手中 这位姑娘更不是小人的女儿 难道练童子宫浑原器的人 还能生儿育女吗 说着衣袖浮动 一股疾风击射而出 卓天雄侧身避开 心道 半点不假 这果然是童子宫浑原器啊 萧中会初听说 袁冠男士自己同胞兄长 以心如刀脚 这时间父亲为了相救自己 更咬定了不肯认识妇女 忍不住叫道 爹爹 便在此时 只听得外面齐声呐喊 摸走了反贼笑意啊 人殉马自 不知府门外来了多少军马 萧府几名仆人气急败坏地 奔了进来叫道 老爷 不好了 无数官兵 官兵堵住了府门 私下里都给围住了 卓天雄听得 没走了反贼笑意这句话 心念一动 立时醒悟 喝道 好啊 什么肖伴和 原来你便是皇上追捕了 十六年的反贼笑意 只见大门口人影晃动 抢进来四名轻功侍卫 当前一人叫道 卓大哥 这便是反贼笑意 这便是反贼笑意 还不动手吗 萧半和哈哈大笑 说道 哈哈哈哈 乔装改办一十六年 今日还我萧意的本来面目 伸手在脸上一抹 众人一看 无不惊地呆了 大厅上本已乱成一团 但倾刻之间 人人望着萧半和的脸 竟鸦雀无声 原来瞬息之间 萧半和静儿变了副容貌 本来浓然满腮 但手掌只这么一抹 下巴灯时光秃秃的 一根胡须也没有了 便连根拔去 也没有这等光法 更没这等快法 这时 袁贯南的书童提着两个书栏 从那堂奔将出来说道 公子爷快走 袁贯南心念一动 从书栏中抓起一本书来 向外抖扬 只见金光闪闪 飘出了数十张薄薄的金叶子 中标识和官兵见黄金耀眼 如何能不心动 何况那金叶子直飘到身前 个人伸手便抓 袁贯南扬动破书 不住地向周微信打去 大厅上便如穿花蝴蝶一般 漫空飞舞的都是金叶 周微信倒想着鸳鸯刀不可有失 心想 江湖上有言道 管管教子 便宜莫贪呢 便见金叶飞道 却不去抓 袁贯南手上运劲 啪他一声 一本树金中的夹金破书 志趣击中了他的面门 周微信叫道 哎哟 身子晃动 袁贯南双足一蹬 扑了过去 卓天雄横掌阻截 只觉泪下风声萨然 萧半合使魂元气击到 卓天雄知道厉害 指得反掌回答 真利碰真利 碰的一声响 两人各自倒退两步 便在此时 袁贯南左手使刀 将周微信杀得晕头转向 右手已解开了 萧中慧穴道 贺客之中一小半怕事的远远躲开 一大半却是萧半合的之交好友 或武兵刃 或挥拳脚 和来袭的轻功侍卫 标识官兵恶斗起来 萧中慧憋了半天气 骑到周微信身边 左手斜隐 右手外勾 啪的一声 结结实实地打了他个耳瓜子 顺手扭住他手腕 以将他手中的短刀 秧刀夺过 袁贯南大喜 叫道 惠妹 清风隐配下摇台 萧中慧眼眶一红 我还能和你使着老婶子的夫妻刀法 游牧四顾 见爹爹和卓天雄四掌飞舞 打得难解难分 其余个人也均找上了各自的对手厮杀 但两名轻功侍卫 却破得袁阳两夫人不住倒退 显向还生 袁贯南叫道 贵妹 快救妈妈 两人双刀联手 一招必消生理双鸣凤 一名侍卫尖头重刀 重伤倒地 再招今朝游女颜如玉 又一名侍卫为萧中会刀柄击中河谷 大叫晕去 鸳鸯双刀联手 一使开夫妻刀法 果真微不可挡 两人并肩打到哪里 哪里便有侍卫或镖师受伤 七十二路刀法没使得一半 来袭的敌人已纷纷夺门而逃 打到后来 敌人中只剩下卓天雄一个五字顽抗 袁贯南和萧中会双刀搜制 一攻左肩 一萧右腿 卓天雄从腰里抽出钢鞭一架 争的一声 将萧中会的短刃央刀刀头打落 夫妻刀法那一招 喜劫斯罗再瞧目何等神妙 袁贯南长刀晃处 扑的一声 卓天雄小腿中刀 身急劲骨 鲜血长流 卓天雄小腿受伤不轻 不敢练战 向萧中会会长拍出 待他斜身闪避 双足立登 已闪入天井 跟着窜高上了屋顶 本来萧元二人 双刀合臂 使一招英雄无双 风流絮便能将卓天雄截住 但萧中会刀头计舌 这一招便用不上了 萧半河见满厅中打得落花流水 幸好己方只有七八个人受了伤 无人丧命 大声叫道 各位朋友 官兵虽然暂退 少时定当重来 咱们急速退向中条山 再定后继 众人轰然称事 当下萧半河率领家人收拾了西软 在府中放起火来 趁着火焰冲天 城中乱城一片 众人冲出东门 竟往中条山而去 在一个大山洞前的乱石缸上 萧半河 袁杨二夫人 袁冠南 萧中会 林玉龙夫妇 二十来个家人弟子 三百余名宾客朋友 团团围着几堆火 火堆上烤着张子 黄金 香气送入每个人的笔馆 萧半河咳嗽一声 伸手一摸胡子 这是他十多年来的惯例 每次有什么要紧话说 总是先摸胡子 可这一次却摸了个空 他下巴光秃秃的 一根胡子也没有了 他微微一笑 说道 城江湖上朋友们瞧得起 我萧毅在武林中 还算得上一号人物 可是有谁知道 我萧毅是个太监 众人耸人惊讶 我萧毅是个太监 这句话传入耳中 人人都倒是听错了 但见萧半河脸色郑重 绝非玩笑 袁阳二夫人相互望了一眼 低下头去 萧半河道 不错 我萧毅是个太监 我十六岁上便进了身 进宫服侍皇帝 为的是要赐死这满清皇帝 为先父报仇 我父亲平生 跟满清打子势不两立 终于惨遭害死 我父亲的七个结义兄弟 煞血为盟 是要给先父报仇 但满清势大 我这七位伯父 叔父 无一能得善重 不是在格斗中 为轻功的侍卫杀死 便是给补到了灵池处死 这一场冤仇越结越深 我细细思量 要练到父亲 和这七位叔伯一样的功夫 便结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够 便算练成了 也未必能报得了血海深仇 于是我甘心静身 去做一个低三下四 为人人瞧不起的太监 众人听到这里 想到他的苦心孤意 无不钦佩 萧半河接着道 可是进宫之中 警戒何等森严 是非我初始所能想象 别说走进皇帝跟前 便想见皇帝一面 也着实不容易 在十多年之中 虽然我每日每夜 都想刺杀皇帝 但始终找不到一个机会 十六年前的一个晚上 我听到宫中两名侍卫谈起 皇上之事上 有一对鸳鸯宝刀 得知者可无敌于天下 这对刀分别在一位姓袁的和一位姓杨的英雄手中 于是皇帝将袁阳二人全家补来 勒逼二人交出宝刀 两位大英雄不屈而死 两位英雄的夫人却给逮进了天牢 他说到这里 袁阳二夫人泪珠滚滚而下 突然相报大哭 袁冠南和萧中慧对望一眼 心中又悲又喜 只听到萧半和说道 当时我心里细意琢磨 为死人报仇 使不如救活人要见 于是混进天牢 杀了几名狱卒 将二位夫人救出牢来 狱官以二位夫人是女流之辈 本来看守不紧 又万万料不到一个太监 竟会去相救侵犯 因此给我一举得手 只是敌人势大 仓皇奔逃之时 袁夫人的公子 竟在途中失落了 这件事我平生耿耿于怀 想不到袁公子已长大成人 并且学得一身高强武艺 当真是天大的喜事 至于中慧呢 你今年十八岁了 我初见你时还只有两岁 你爹爹姓杨 乃名震当时的三乡大侠 杨伯冲杨大侠 袁冠南和萧中慧 好吧 应该说是杨中慧了 分别抱着自己的母亲 想起复仇时不胜悲愤 想起萧半和的一泊云天 又感激无疑 萧半和又到 我们逃出北京 皇帝自是珍奇四出 严加搜骨 为了瞒过蜻蜓耳目 我老萧装上一大丛假胡子 又委屈袁阳二位夫人 做了我的夫人 好在老萧是个太监 这一时权宜之计 也不止辱没了 袁阳两位大侠的英明 袁冠南和萧中慧 终于相视一笑 两人均是如实重负 心道 谁说咱俩是亲兄妹啊 萧半和一拍大腿道 老萧是个太监 仰慕大名三宝太监郑和 远征异域 宣扬我中华的德威 因此尚将名字改为半和 意思说盼望有正和的一半英雄 那是我老萧的痴心妄想 这些年来倒也平安无事 哪只鸳鸯刀出事 老萧一心要夺回宝刀 一位鸳鸯二位英雄之灵 再没小心掩饰刑藏 终于给蜻蜓识破了真相 事到如今那也没什么了 不过鸳鸯双刀只剩下一柄鸳刀 为而那柄短刃央刀自然是假的 否则怎能折断 定是给卓天雄这奸贼掉了去 只可惜咱们没能截住他 这时烤张子的香气越来越浓了 任飞燕取出刀子 一块一块的割切 林玉龙忽然向杨忠慧大声说 我说的不错吧 你说你爹爹妈妈从来不吵架 我说不吵架的夫妻便不是真夫妻 定有些邪门 你林大哥可不是料事如神 言之有理啊 任飞燕刀尖上带着一块脏肉 一刀送进他口中 喝道 吃你的张子肉 胡说八道什么 林玉龙大要反驳 却满口是肉 说不出话来 众人正觉好笑 忽听得林外守望的一个弟子喝道 是谁 跟着另一人喝道 太岳四侠 杨忠慧扑斥一笑 只见太岳四侠满身泥泞 用一根木棒抬着一只大鱼网 鱼网中黑悠悠的一件巨物 不知是什么东西 杨忠慧笑道 我说太岳四侠 你们抬的什么宝贝啊 盖一鸣得意洋洋道 杨光仔 小姑娘 咱们兄弟四个 到那乌泥河中去捉避血金蝉 想给两位送份大礼 那只 那金蝉没捉到 一个人闯了过来 这人腿上受了伤 口中哼哼唧唧 行路一拼一拐 咱太岳四侠一瞧 嘿 那可不就是卓天雄吗 江湖上有言道 送上门的买卖 不做白不做 咱们抖起渔网 悄悄地给他这么一照 将他老人家给拿来了 众人惊喜焦急 袁贯男伸手到 卓天雄腰间一摸 抽出一瓶短刀来 金光耀眼 污泥不染 自是真正的殃刀了 袁夫人将鸳鸯双刀 拿在手中 仔细地瞧了一会儿 探到 哎 满清皇帝听说 这双刀中 有一个能无敌于天下的 大秘密 这果然不错 可是他便知道了 这秘密 又能依着行吗 各位请看 众人凑近看时 只见鸳刀的刀刃上 刻着忍者两字 央刀上 刻着无敌两字 忍者无敌 这便是 无敌于天下的 大秘密 就是自己的感觉 有象徴在那里 数据 温人凭 半滓 道漫人凭